各位菩薩 各位大德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 什麼大方廣 圓訣 修多羅了義經 第五講 第五次第五講 那個這部經叫了義 了義經 所以各位 我們一定要知道 那到底什麼叫做了義 我們在每一堂課裡面 我會盡可能的 各位把各個經典 然後呢佛 他的境界 佛他的境界知 知就智慧 所謂的文詩智 用文字剝蕾來表達 那文詩智在哪裡呢 各位就在本心裡面 我們跟文書 跟普賢本無義 那就是我們的本心 所以三聖元農觀 講文書普賢 加起來就是比如遮那 那比如遮那就是 片一界處 這片一界處在哪裡 就在我們的本心 就是這心 各位去想 心不執著的時候 心有多大 普周華界 無限大 所以我實際上會 以嫩眼來講 如果物理學的虛空 跟我們的心來比較的話 那簡直不能比 如片雲點太輕 而這個心大到 你不能夠形容 所以大而無外 可是他小而無內 所以心的作用是這樣子 各位 當我們執著在一個人 一個世的時候 我們本來 普遍虛空的這個心 他就變成狹窄的 在某一件事 某一個人 某一個意識知識的當下 你看很可惜 所以佛一定要講了意 佛一大因緣 在我們連世間出現 三世諸佛也是要正這個 就是正什麼 正圓絕自信的這個親近心 那所謂的正是什麼 正本無正 什麼叫正本無正 它本來就存在 正只是一個語言文字來說 你要正 它本來就存在 眾生本據啊 沒有一個人是缺失掉的 完全完美啊 所以叫做 再勝不爭 再煩不見 那各位 我現在呢 要先來講 那什麼叫做了意 什麼叫不了意 那各位在經典裡面 當然 宣說著 是了意經 可是呢 當然也有不了意的 可是各位 你要知道喔 佛陀講的不了意 他的目的是 要讓你了意喔 你不能停留在不了意的當下 請各位一定要很清楚 所以佛陀講今四個階段嘛 他先講阿涵嘛 第一階段嘛 講苦疾滅道十二因緣 講無名行事 進入到義事 然後各位都知道嘛 畜受愛取有 到生老死 十二因緣嘛 那接下來 他講荒等 荒等就要進入到大乘喔 已經在大乘 再來第三階段 這個是講波雷 波雷智慧 第四階段 講虐盤嘛 虐盤不是死 他是永恆 他就是我們的佛性 就稱為叫做虐盤 也稱為叫做法性 它有很多不同的名稱 也稱為叫菩提 就是我們所講的 也可以講 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 圓絕 是同樣一件事啦 可是不同經典的歡義 他有不同的專有名詞 所以呢 佛在四階法裡面 他才為了非常的重視的 非常的重點的來提示 一定要依了義 不依不了義 那個今天學到圓絕 他是了義經啊 所以各位 在第五講的開頭 我現在來舉 什麼叫了義 什麼叫不了義 那個有關於了義 不了義 各個經典 他會存在 那個我 那觀察了很多經典裡面 我一講了一個最詳細的 把了義不了義 他的宣說是什麼 講出來的 這是大寶基金 所以各位這些經典喔 因為佛有三藏社部經典 一部大將經 大概有三千多部啦 各位要全部看完不可能 那有沒有需要 當然你如果願意這麼做 你也可以這麼做 可是我覺得 不是很需要 因為一經通 萬經就通 你要深入 一經通 萬經通 這個比較重點啦 所以呢 有關於經典的這些呢 各位 你來聽經 當你遞聽的時候 我來幫你們找這些資料 那個讓你們 可以呢 直接 進入到了義的心性 那個在大寶基金有一段話 他宣說 佛陀宣說 何謂了義 何謂不了義 佛陀說 依 第一個 好各位 來聽聽一定要遞聽喔 你不要其他的思考喔 各位把所有的思考模式全部放下 全部放下 當下你就進入空性 因為你都不執著了嘛 不執著就自己的本心嘛 那本心來聽佛陀從本心講出來的文字剝裂 一定會跟你七心 好 所以各位 我為什麼要引經典 如果是我講的話 你會質疑 這個是體佛講的話啊 引經典 佛陀親口 經口 所述的話 所講出來的話 各位 既然 我們都相信佛陀 各位聽聽到這種程度 相信佛陀 他這種自信功德 講出來的文字剝裂 那個當然你相信 這些話就會相信 而且不但相信 會更得心氣心 第一個 他說 任何經典只要宣說 世俗 皆 不了意 各位 第一個 只要講世俗的 全部不了意 請各位聽著 不了意 不是不好喔 不了意 就是不能入本心 換句話說 它只在現象界而已 一切都在世俗的 全部都不了意 包括你做慈善事業 各位 當你不知道了意的時候 他也是不了意 為什麼 他都是在世俗的世間法裡面 佛陀對不了意 他在大寶基金裡面 講出了非常的嚴格 為什麼 來指導學佛人 各位 有他的路徑要走嗎 這個才叫做經嘛 那如果一部經典 那宣說 聖意 皆 了意 這個叫了意經 各位 什麼叫做聖意 聖意就是自信的功德 自信的功德叫聖意 所以每次都講 他叫第一義地 第一義 他叫做圓絕 如果你從信 信 我們的自信 清淨 圓明體 來做出發 這是我時常跟各位講 當你第一聽的時候 各位 照我們全數禪念來聽經 我們有更重的宣說 你一定要先入華界 你入華界以後 看到的世界 全部才叫做華界 我們沒有辦法離開世界 可是當你進入華界 整個世界 全部都是華界 這個叫做全然華界 叫一真華界 各位 當你就是站在不了意的世界上來看的話 你沒有入聖意的華界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生命二元化的當下 所以佛陀你看 第一個 他就這麼講 大寶經講 宣說世間的一切 不是說宣說世界的不了意不好 各位請各位要主席聽了 不是說不好 可他不是佛法 佛叫做覺悟 覺悟是要回歸自信才叫覺悟 這一點很重要 這個是佛法 他殊勝的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各位 他第一個 宣說世俗 不了意 宣說甚意 才是了意 了意 不了意 第一個 重點在這個地方 所以各位 你去看看一個字 道 後面叫德 各位中國造字 跟他出現了這個名詞 可真的有他的重點 這個都是聖人 各位他本身已經在中國用了幾千年 各位他的做法 德 你沒有道 當下沒有德 所以梁武帝跟菩提達摩祖師的對話 我做了那麼多的善事 我做了那麼多的德 在公養那麼多出家人 我蓋了那麼多的佛事 我做了那麼多的法事 請問有沒有功德 梁武帝說 你沒有功德 為什麼 因為沒有道 就沒有德 聽懂嗎 那什麼叫道 世俗就是善惡生命好壞是非 就是這兩配 你沒有回歸一 一是什麼 第一義地 我們的自信 我們的聖意 我們的第一義地 自信親近人民體 就是圓決 親近決勝 沒有進入到這個的話 你自己裡面看不到 所以回歸一啊 一就是聖意啊 那各位一切宇宙的一切 以這個為首 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啦 所以梁武帝 他認為最重要的 去做這些世間上的善惡思惟好壞這些事 梁武這個土地達摩跟他講 你這個不是第一義地 然後把這個手 回歸到一 進入到一喔 從二進入到一喔 那這個就是你的自信喔 你可以用在日常生活 這樣子才有德 這個才稱為叫做德 不然的話 頂多只是一些善有善報的福報而已 可是在善有善報的當下的善 那我告訴你 所有的世間法裡面的世俗 善惡參半 善裡面有惡 惡裡面有善 這個你一定要清楚 各位如果你有人生過程經驗的話 你就會清楚了啦 唯有什麼是絕代的 就是絕對的 不是相對的 就是我們的圓絕自信 我聽說懂不懂這個意思 這個很重要喔 各位很重要喔 所以金剛經一直講啊 若有人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不思 不如金剛經一句一句 說詞讀誦為人言說 為什麼金剛經那麼重要 因為金剛經是了義的聖義經 給我告訴你喔 金剛經的整個地位 跟華顏妙法另外經 所有的波勒經全部等級 因為他是大品波勒經的總綱領 而如果把金剛經再濃縮 就是信經 注意喔 你不要以為他是呢 他是這個 蜘蛛提問 蜘蛛提是阿羅漢 各位誰問都是一樣 那只是一個表話的來講而已 其實他是最對最上稱者說 是一部金剛經 可這個不得了就了不起啊 可是金剛經啊 可當然講得多 講的人多 因為他很有名嘛 可是各位要了誤 真的金剛經的道理不容易喔 就像心經更是普遍呢 可是要有幾個人了誤到心經的真正道理 所以各位第一個 請各位要了解囉 第一個 了誼不了誼 第二個 如果宣說 如果呢 你說 懷惱 作業 接 不了意 各位 這個 第一個好了解 第二個難喔 所以各位有沒有記得 第四講的時候 我就引諸法無行經 一個叫喜根比丘 一個叫做誰 一個叫做聖意比丘 那各位我上個禮拜齁 各位因為我的記憶現在不好 我把我好像講錯了 可是我要修正過來 我們在第四講修正過來 他叫做聖意比丘 他的那個聖意是這麼寫的聖意 我是說善解啦 其實他的經典裡面是聖意 所以我發現到 我就趕快把他修正過來 因為我們要按照原意 因為祖師大德 他的歡義都有他的用意 各位 你去看喔 你先去看一件事情喔 如果各位 第四講 因為我不再重複了 因為一重複 原結經兩年可能會講不完 那各位 我現在 我就是把大義 我再跟各位講 因為喔 重點 這個大寶基金喔 是了義經 他的整個歡義裡面喔 他整個 各位 都是有他文字上 很多層 跟那很深的意義 請各位聽著喔 聖意 揪羅摩斯大事歡義 歡義 成聖意 這邊是聖意 這邊是聖意 而這個聖意 比丘 他呢 少欲知足 他是個苦行生 然後非常重視 借替 最重要他得到四禪八定 喔這個不容易啊 各位 這一般的人 怎麼會做到這樣不容易 可是 因為他毀謹 喜根比丘 講 貪嗔痴性 是佛性 喜根比丘 所講的 就是維莫經 講的 環老 即菩提 為什麼環老 即菩提 菩提 就是我們的佛性 沒有佛性 你哪能展出 展生出來 環老性呢 所有一切的現象 全部都是從佛性 是眾生製造 製造出來的空花 空中 本來沒有花 各位 換句話說 天下本無事 庸人至老之 你自己困擾自己 製造一個叫做環老 所以他講 環老的障礙 環老障礙 貪嗔痴愛 他本來無所有 貪嗔痴性 極致佛性 他都回歸進來了 這重點在這邊 這是了意 重的了意 所以諸法無行經 各位 這一位 焦羅摩斯大師 在歡慰的時候 很仔細 那焦羅大師 為什麼能歡慰這部經 給我告訴你 這個不是古佛再來的 不可能有這樣的智慧 歡慰你知道多難呢 他就是 他不是語言文字上的隔閡要歡慰而已 意涵你不清楚 你用其他國家的語言文字的表達 不能表達到真切 所以諸法摩斯大師 他對患文 他對中文 不但是有很高的文學的素養 他對佛法 真的是了意 真的是 實際上是佛菩薩的再來人 不然的話 沒有辦法歡慰出這些經 各位你一定要懂得這個意思 所以你去看看 這邊叫聖義 這邊叫聖義 因為他有一個義 這兩個義不一樣 這邊是聖義的義 是第一義定 這是我們的佛性 天真佛那個佛 這個義 意思的意思 這變成意思 他還有義有意思 因為他有意思 所以他不懂得了義 才會去批判喜根比丘嗎 他說哪有人說貪嗔痴 個沒有障礙的 哪有人說 個貪嗔痴性是佛性的 他只批判喜根比丘 他跟他比什麼 我比你苦行 我比你有修行 我得到釋禪 我得到釋定 個你沒有啊 可是你講的這些 只是一個空洞的理論而已啊 他批判是他這個 所以當時他去托波 碰到了居士子 的居士子就問他啊 這個非常經典的一句話 他說那請問這個 三義比丘 聖義比丘 那請問貪嗔痴是什麼意思 他說煩惱啊 好啊 既然是煩惱 煩惱怎麼來的 煩惱是從內來的 還是從外來的 喂 聖義比丘會講 他不在內不在外 好既然不在內不在外 那也不在東西南北 也不在石方啊 所以煩惱不從什麼地方來 他叫做無聲啊 既然無聲 哪有夠跟進的分配 各位 這個時候的聖義比丘 聽到這句話 他只有用意 因為他急著要跟啊 要去批判喜根比丘 所以居士子又是喜根比丘的弟子 所以這些話 當然不能欺負他的本心嘛 因為他已經出現 意裡面的二元話 在批判嘛 所以各位我告訴你 為什麼我說你還聽經 一定要遞聽 你不能帶著批判的心來喔 批判的心來 你絕對沒有辦法 入圓絕了易經啊 我跟你講絕對不可能 因為你已經有個先入為主的觀念了嘛 我今天不是談世間法的一切 世間法的一切 你可以批判 各位佛法的一切 是了易經的一切 你不能批判 你只能批判你自己 為什麼還存在不了易 不能批判佛頭啊 因為我已經承認他 他是佛性在我們地球人類的代表人 你批判他 難道你比他厲害嗎 不然你來講一個了易經給我聽聽看嘛 各位聽得懂不懂這個意思 所以各位啊 你看這個歡迎 聖意 只有聖意比丘落第一 因為喜根比丘說 他就帶著障礙罪 因為他有二元的分別嘛 二元分別不是天堂就第一嘛 他又批判了一個真正開悟大徹大悟的喜根比丘 這個罪當然太大了 所以他第一受苦啊 第一受苦以後 又當了人生 當了人喔 有福報 可是愚痴不見了易 一直到有一天 各位他又看到了喜根比丘 他的記憶 喜根比丘的記憶是為了聖意比丘而寫的喔 當然也是為了後代而寫的 因為他跟聖意比丘喜根比丘有這樣的因緣 喜根比丘已經成活了 可是聖意比丘他看到以後 他回歸自信 他說他非常的感動 觸動他的心靈 當他回歸自信的時候 他說現在的我文殊之力 就是當年的聖意比丘 所以各位我告訴你 你要去體悟了義的過程裡面喔 各位他中間的過程 要經過了如果從這公案經典來看的話 要有經過了很多的挫折 所以金剛經一直講一句話 若人能了悟金剛經 能知金剛經的正義 此人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佛四佛種出善根 已經在無量諸佛所種出善根 所以各位這個是我讚嘆各位的原因 阿彌陀佛 不容易啊 如果跟你講講金最不容易啦 講世間法最容易啦 你只要喜歡聽的你就會很高興啦 比如台灣的政論節目 藍的這邊 藍的全部鼓掌 綠的不會看 綠的這邊 綠的全部鼓掌 藍的不會看 為什麼 因為它是二元化嘛 你說什麼對什麼錯 世間法可說在哪有對錯 佛法是絕代法 為什麼要用經典 因為沒有用經典的話 你會認為 替佛隨便亂說 這個是我的意見 我不敢有意見 我的意見就是佛陀的意見 所以一定要引經據典啦 所以你去看 善意聖意的意 各位你看 揪螺魔石 各位從這個小細節 我不得不讚嘆啦 跟鼎禮啦 那種鼎禮 內心的鼎禮啊 雖然在時空上 我們啦 以前一千 將近兩千年 可是各位 進入法界裡面 只要我講金 我一直覺得 它與我同在 沒有揪螺魔石的心 你講不出這樣的經意 尤其你要去講它 它翻譯的經 你沒有跟它佛佛道統 你怎麼可以去詮釋呢 各位你要知道 這法界是這麼厲害喔 神就講聖意 這個意還在世界裡面 還是在世俗啊 意識啊 你看人家這個意 入法界叫做意 所以這個意跟這個意 兩者 各位是有很大的區別 哇各位啊 這不得不 我們對它的讚嘆啊 好 所以宣說環繞作業是不了意 什麼叫環繞作業 有一個業障 有一個環繞 這是不了意的喔 了意經不講這個喔 那了意經講什麼 了意經講環繞及菩提 了意經講什麼 講環繞的當下是無聲 它本來就沒有緩如空花嘛 各位你去想一想 每一個人環繞都不一樣嘛 那個你今天的環繞 跟去年的環繞會不會一樣 也不一樣嘛 那請問 你現在的環繞又換一個了 前面那個怎麼來的 怎麼來的 就去想啊 根本要思維這些話 為什麼去年會對這件事情很在意 為什麼會對這個人很在意 可是今年沒有啦 沒有兩個嘛 一個沒有 第二個轉移方向嘛 轉移對象嘛 那我去年的環繞的那個定位點 它怎麼來的 它怎麼走的 各位 等一下元傑金會介紹 它緩如空花一樣 空中本來無花 是你有病 才看到空花而已啊 就像有一個人得到灰蚊症 他去看醫生 第一個 所以跟醫生講說 喔我眼睛張開 蚊子就亂灰 那醫生說 喔那怎麼辦 他說醫生 請你幫我把蚊子趕開 各位 醫生會覺得 很 會覺得很荒謬 你本來就沒有蚊子啦 就我把蚊子 這個 這個 這個弄開 因為蚊子本無聲 請各位注意喔 這個叫做無聲華人喔 各位學佛是學這個才叫了意喔 所以他說 他叫做宣說 宣說 環繞夜盡 皆了意 各位 怎麼叫做環繞夜盡 這個是中文這麼寫 環繞夜盡 就是物無聲 你只要知道 環繞跟夜 它本來就沒有 它本無聲啊 可是你為什麼沒有環繞跟有夜 是你的誤會 你的誤解 各位 等一下圓絕經 剛好這個來印圓絕經 等一下就要講這個啦 圓絕經等一下再講 什麼叫無明 無明怎麼來的 各位說圓絕經是療益經喔 那各位他要告訴你環繞夜盡 就是說環繞跟夜 本來就沒有 他用這個字叫環繞夜盡 那什麼叫環繞夜盡 他本無聲 所以我們現在講說 有一個人喔 他已經喔 修到無聲華人了 各位 現在告訴你 圓絕經這部經 為什麼要講出來 因為有很多修閒的觀念 我 因為我現在 因為這個要公開講了 我不 不能跟他講不對 可是真的不對 因為我還還 還有一點尊重 所以最好來聽圓絕 各位 有人說 我打坐有功夫 我現在呢 各位因為我一切的作為有功夫 我修到無聲華人 各位 經典不這麼講 無聲華人是見地 知見見地 你了悟的不是修來的 為什麼 因為圓絕之性 本來就無聲 本無聲的東西 你怎麼修 本無聲的東西是怎麼來的 是我體悟 我了解 我知道了 這個才叫做悟無聲 所以叫悟無聲 體悟嘛 可是 我已經知道悟無聲 各位你已經 你已經到頓悟了喔 各位跟你講 這一關是最難 那現在要怎麼辦 事沒有見悟 事要因此地盡 什麼叫因此地盡 在日常生活裡面悟無聲 理論你知道了 接下來的行為舉止 全部是往無聲這個方向走 這個才叫做真修行 各位了解不了解 如果你理不知道 你的事沒有辦法圓容 為什麼 你理不知道 事 我只能講一句話 全部都是盲修下練 所以才有一句話 悟後起修嘛 你沒有悟你怎麼修 各位聽得懂不懂這個意思 所以各位這個觀念一定要清楚喔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講經 它是準則 告訴我們這個 佛式準則 歷代的祖師大德 全部都證悟 全部都證悟著 馬民菩薩 達摩祖師 各位現在隨便講 黃珀禪師 勇家大師 各位 這個賢索國師 忠祐大師 全部這些都是屬於證悟著 他講出來的話 可你去發現喔 所有跟經典 一模一樣 只是不同文字的詮釋表達而已 如果不一樣的話 可一定有問題 可這樣子了解不了解 所以宣說佛法夜境 叫做了意 所以所有的從玻蕾以上到涅槃 包括廟瓦蓮外經 佛剛講的華元經 維摩經 好像講的圓絕經 李去經 大日經 這些經典裡面 全部都講空訓 這空訓不是沒有 就是回歸自信的 悟無聲 無聲才是宣說的了意 那無聲不是修來的 無聲是本來我們不知道 我們本來就悟無聲 我們不知道 現在因為佛 祂慈悲開示 告訴我們這個 我們才清楚 所以為什麼報佛恩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萬聖完顏觀 有沒有記得 顯索國師說 當個菩薩要具有識德 第一個 隨緣妙用 這我們講過了 我只要帶過去 這個威夷有責 要有威夷 第三個 柔和直直 柔和 柔和直直 你的佛性是直直 它的直是直 直心是道常 直直 可是對外要柔和 它有一個內 有一個外 最後一個叫 待眾生庫 有沒有記得 萬聖完顏觀的菩薩式的 他特別強調 待眾生苦 不是眾生得癌症 我當然替他得癌症 不是 為什麼 不可代替 因果不能代替 各位佛有講喔 佛可以告訴你 什麼叫智慧 可是佛不能給你智慧 佛不能把他的智慧變成你的 可這一點 如果不知道 了義軍都不清楚喔 我們世俗人 聽到某某上司來 喔他又得 他是某某佛的戰來人 跪上去 請他摸摸一下頭 你以為他的智慧 就進入到你的智慧 可沒有那一回事 當然摸完以後 紅包拿過去 你回來 你會安心 你會覺得很滑稀 可是會跟你講 短暫的 因為你煩惱沒有除 不但沒有除 你還多了一個包袱 為什麼 因為你一直想 有政務者來幫助你開悟 你不是更煩惱嗎 你天天在尋尋覓覓 可是尋到以後 你還是沒有 你煩惱還是沒有除啊 反正多了一個煩惱 那各位啊 這不了意啊 所以環繞作業不了意啊 勿無聲才是了意啊 各位 這第二個 這重點喔 第三 各位 佛把了意不了意 在大寶基金 全部講徹底 從世俗這邊講到最後 他說 如果宣說 我厭離身世 然後趨向菩提 或者趨向虐盤 這個 皆 不了意 哇 各位 跟你講 各位 這是一般人修行的過程 各位 因為我們活在世間 那麼久了 所以各位 如果年輕人的話 他不知道世間仇 他還有個理想 有個報復 所以那一天 我就聽柯P 總轉到一個 聽柯P講 柯P在政治上什麼都不批判 可是我一直覺得 他是個好醫生 我認為啦 因為他有講一段話 他說 醫學院畢業的時候 他懷著熱情 那種熱情裡面 都要為病人做什麼 可是他當醫生久的時候 尤其有受到了醫療糾紛 人家告他一次或者兩次以後 他的熱情就消減了 不但消減消減到最後 他認為我只是一個跟客戶之間的關係而已 各位 他在講這個喔 各位 菩薩的心 是要度眾生的心 可是 還有另外一個 是無眾生可度 是不求任的回報 可是很想度眾生 才是真正度眾生喔 所以呢 所以賢所國師的四德裡面 叫代眾生苦 代眾生苦不是代替眾生生老病死的苦 不是代替眾生落體的苦 沒有錢財的苦 不是喔 各位 因為這個眾生很可能沒有錢 我說讓他有錢 叫他用什麼方法變成有錢 不是這樣子喔 代眾生苦 是訴說所有宇宙的實相 跟了義的一切的無空 無生的道理 讓他體悟到原來佛性的本身 生死跟涅槃本無惡 這個才叫做代眾生苦 所以諸佛一直到歷代主世大德 沒有一個不宣說佛法的 你去看淨土中從慧眼大師到應光大師 一定有他的論述 有他對淨土的體悟 以及宣說淨土的要義 我們華元宗裡面從初祖一直到五祖宗密 各位三祖 各位我們已經把他講完了萬敬華元官 五祖的著作非常的多 他的三聖元宗官 是採取四祖成官大師 就清仰國師的華元思操而來的 各位所有的歷代主世大德 包括六祖不認識字 還是要一花開五葉 還留下了一部六祖壇經的了義經 各位你要總喔 這個一定要清楚喔 所以呢 如果有人宣說我要厭離生死 各位他要趨向涅槃 各位他說不了義 為什麼 因為生死跟涅槃 他當作兩回事 我要呢 離開的生死 我才可以回到涅槃 這不了義 為什麼 所有的了義是本無惡 無惡之門才是了義 所以如果他能宣說 生死 虐盤 本 無惡 無別 則 皆是了義 各位什麼叫生死 生死是我們誤會而來 本來沒有生死 他是一切是誤會而來 所以等一下要講無名 他竟然是誤會而來 虐盤跟生死他是在當下嘛 虐盤生死他不離 你誤解的當下叫生死 你呢 你真正名了 你能了義了 了解到宇宙的實相 那個稱為叫虐盤 那生死虐盤 他都是以後人類造出來的文字 因為人類執著生死 不得不 講兩個字叫虐盤 所以金剛經 為什麼都會講世民 世民是假民 不得不講的啊 所以他如果按照金剛經來講 生死即非生死 生死本來沒有生死嘛 那你一直在講生死 所以啊 世民生死 就講一個生死給你聽嘛 虐盤 即非虐盤 本來沒有虐盤這回事嘛 為什麼本來沒有 眾生本虐盤嘛 虐盤是你講出來的話嘛 你很想眾生本菩提 眾生本言訣 隨便你講啊 本來沒有虐盤這邊 因為你有生死 所以不得不講出一個虐盤 所以虐盤即非虐盤 世民虐盤 世民的意思就是說 那我就不得不表達給你聽啦 各位這樣子聽得懂不懂 所以金剛經的即非世民 在講這個道理 因為網路放出去喔 有人會提招 鼓掌不是對我的鼓掌 是對你活性的肯定 嘿 各位要了解到這個 各位 這個是我看到經典裡面 各位大寶基金把療益不療益 各位 從世俗到最後的 各位講出來這麼明白 他講三個階段 各位 所有的大寶經典 療益經 都在講這個 你看 維摩經 金剛經 妙法連貸經 火焰經 都在講療益 只是宣說的對象不一樣而已 都在講煩惱夜盡 煩惱本來無聲 尤其唯摩經 尤其諸法無形經 那個這樣都非常的詳細啊 那各位因為這些喔 究竟到療益 那因為到末瓦眾生 能體悟療益的人 越少 所以各位這些經 在現在就變得冷門 所以我跟你講 元絕經喔 我們現在提倡元絕經 又跟忠祕大師整個歷史有關 因為他是屬於大經之一 其實到末瓦時候 元絕經也是很少人講耶 那各位 厭離生死趨向菩提 這個是一般惡元化的想法 我們都不要生死 我們都要虐盤 可是生死虐盤本無惡 所以不惡才是文思治 這個才是療益 各位啊 既然我們今天是講療益經 所以我們重新又把什麼叫做療益 療益稱為叫元絕 這個叫做大方廣 因為元絕本身所具備的三用 就是大方廣 體相用 體 就是大 就是我們的元絕自信 他不離相 因為性相是一如 如果你離相的話 這個是斷面空 如果你著相的話 這個是懷疑 所以相 不是在離不離 是你看得清楚 什麼叫相 這個才是療益 不是我不要相 你不要相 你現在活著幹什麼 你不是活在相中嗎 可是我從相中裡面 了解到 所有的相 是讓我來用而已 我對他不執著 因為我進入到法界 我看說的世界 全部都是法界 所以你不了解法界 你沒有辦法了解世界 什麼叫沒有辦法了解世界 因為世界你不了解的話 它只會帶給你喜怒哀樂 憂悲苦惱 你永遠會落在惡元化的當下生活 不是高興就是煩惱 不是呢 不是討厭就是喜歡 這種惡元性的整個對峙 各位你沒有辦法離開惡元性的身世 所以你這一輩子 你的設身生命結束的 你下半輩子又要出現一個新生命 來面對惡元化的 惡元化對待的世界 那叫做三維空間的世界 就是我們現在活的世界 而且不一定在人道 你會在六道 而且進入三二道特別多 各位你要清楚啊 所以各位學某的目的 其實只有一個而已了 了生死 如果沒有了生死 學佛沒有好處啦 它只是一個哲學而已 只是一個邏輯的推論而已啊 要聽得懂喔 所以佛陀就告訴我們喔 各位哪一部經 我忘了喔 他說如果有人把經典研究 那用正思維去解釋經意 他說這個也叫做不了意 這個不是真正的真法型 他說如果你利用這些語言文字 讓你回歸自信 而且你真的可以了生死 這個才是真正的真法型 各位才跟你講得很清楚啦 佛陀是個圓滿的文字剝裂 為什麼要三藏社會經典 他講得很詳細啦 好 我先用這個 來做為今天的開端 各位其實 你等一下來看元絕經 這個會有用處 會能用在元絕經 好 那跟我們現在喔 因為我們第四講裡面 已經講了元絕 一切的清淨真如 菩提 涅槃 及波羅蜜 都是從元絕流出來的 這是從元絕來演出來的 然後來教導這些菩薩 所以個重點是這句話 是那上一集第四集的一句話 如來的因地 都是按照元絕清淨絕相 而永斷無明方成佛道 如果你沒有斷無明 沒有辦法成佛道 那個無明是什麼 所以他要講無明是什麼 各位現在這重點喔 所以個元絕經 他文殊菩薩問因地 可是問因地 就等於佛陀跟他回答是果絕 各位這部經的了意到重程度喔 所以不容易 他中間毫無次第 次第是你悟了元絕以後 再來體悟次第 這句話你要聽得懂 佛陀成佛了 請問他在我們人世間 我舉他做例子 在我們人世間 有沒有經過了 一段一段不斷的剖著 有沒有 有 這個叫因次第修 各位 一剖一剖的困難來 一剖一剖的困難來 這個叫次第 可是佛陀不用說 當然他已經完全具足 住處元絕了嗎 所以他碰到這些像中的 管他順境逆境 他的心是怎麼樣 無喜亦無憂 他完全按照誓言在中 所以真正的菩薩 他是不壞誓言 他的心無掛礙 這才是真正菩薩 不是我要逃避什麼 我要接受什麼 我要什麼 不是 一切的世間 是緣起緣滅的當下 而已 我在隨緣的當下 這個叫做 隨理無認得性 無喜 亦無憂 各位 不是只有佛陀 你看 歷代的祖師大德 各位什麼 有時候我講到一個祖師大德 我說會大致上 各位把他的生平做一個介紹 各位沒有一個人 一環風順的 在一環風順的順境裡面 非常難修信 因為你得到的是讚美 得到的是名要而已 各位 一切都是在順利的當下 各位 來看個圓絕之性 什麼樣的觀照 什麼樣的起作用 這個才是真正的祖師大德 這樣子聽得懂不懂這個意思 都是從因地圓絕修的喔 從因地圓絕修 他所得到的當下 就是果地的圓絕 所以三聖元農官才有一句話 他說念念因緣 你念念的因是緣 你念念的果就是滿 各位你去看喔 念念念念 當下當下 因是緣 果就一定滿 各位你的因在不了意 你的果也會不了意 因為因果嘛 因地不爭 果招依取嘛 你的因是圓 那你的果一定滿嘛 各位 這是元絕經 三聖元農官 忠密大師 在元絕經裡面 他用三聖元農官裡面 講述這個道理 各位不要忘記喔 念念因緣 念念果滿 那佛陀教文殊菩薩的 告訴文殊菩薩的 如來因地怎麼修 因地就圓滿嘛 圓滿絕照嘛 所以果地一定是圓滿絕照啊 好 那各位當然 現在有過程 佛陀這邊講 要斷無明 方程佛道 現在佛陀要告訴文殊 師弟菩薩 那什麼叫做無明 各位 是進入到 文殊第一個所問者 他的重點 各位裡面的話 沒有一句話是 是廢話 而且他的文詞非常美 各位很多人都會應用這個文詞 那給我們來看 何謂無明 好 那我們現在請師姐 來念這段經文 好 雲和無明 善男子 一切眾生 從無始來 種種顛倒 猶如迷人 四方益處 妄認四大為智身相 六成圓影為智心相 闢餅並目見空中華即第二月 善男子 空時無華病者妄直 由妄直故 非為或此虛空自信 亦附迷彼時華深處 由此妄有輪轉生死 故名無明 善男子 此無明者 非時有體 如夢中人 夢時非無 極致於行了無所得 如眾空華滅於虛空 不可說言有定滅處 何以故 無聲處故 一切眾生 於無聲中 望見生滅 事故說明輪轉生死 好 先到這 各位 當你一直聽聽 一直地聽到 陸法界的插浪 有沒有發覺 元絕今的文字沒有廢話 很美 可是那種美的文字的運作 又跟萬俊還原觀不一樣 萬俊還原觀的文字 單純文字講而言 是很深色 可是元絕今 他的文字而言 是很普遍 可是他的整個片段 各位 念起來很優雅 念起來很順口 他是一個很好的文學作品 可是各位 當你在陸法界 不是在欣賞他文學的時候 有沒有發覺到 你已經聽了萬俊還原觀 你已經錄了法界心 你也了解什麼叫自信迷頭 什麼叫做原覺自信的當下 你有沒有發現到 從雲和無明一直念到最後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到 他就好像一個文章 白話文 你只有在點頭 你只有了解 原來就是這樣子而已 你有沒有發現到 好 那各位們現在回到 我們善男子這邊來 他說善男子 一切眾生從無死來 種種顛倒 他說無明是什麼 就是一切眾生從無死來 他那種種顛倒 那麼他種種顛倒 他顛倒了什麼呢 一切眾生從無死來 種種顛倒 所以無明是什麼 是眾生從無死來 種種顛倒 就好像一個迷人 迷人 他四方益處 各位 四方益處 各位知道四方就指東西南北 四方本不動 東 西 南 北 本不動 可是這個迷人 他不知道方向 他有時候往西 不知道這個叫西 他要找西 他又不知道什麼叫做西 要找北 又不知道什麼叫北 所以呢 四方本不動 只是迷人在動而已 那四方本不動 為什麼他的文字這麼美 會講迷人四方益處 迷人 就是我們攀岩的心 四方他不動 就是我們的活性 我們沒有辦法體悟四方本不動 因為不動 所以日本才會叫不動冥王 不動冥王 不動冥王就是佛 不動就是不餓 不餓就是真爐 真爐就是圓絕 圓絕就是虐盤 虐盤就是法性 各位這些都是一樣的話 那個不動也稱為叫金剛 為什麼 因為他不壞 那各位這些都是同樣的事情 只是不同的文字在做解釋 他指什麼 本字清淨 本不動搖 四方本不動搖啊 是迷人在動搖 在找而已啊 所以各位他就用這句話 是迷人四方益處 那他四方益處 他旺認 旺認 旺認什麼 重點在這邊 這是圓絕經喔 跟文殊菩薩 最重要的一個 他旺認 什麼叫旺 請各位要注意喔 旺認的意思就是誤會 旺的意思很好解釋 意思叫誤會 他誤會 他本身本成活 可是他不知道 他自己是黃金 不知道 他一直以為煩惱才是真實性 那個他煩惱的最大的原因 是來自於他對自視生的執著 這是一個 所以老子才講句話 無有大患 患無有生也 各位 所有一切的貪生吃 無非是讓你這個身體 可以舒服 讓你這個身體 可以得到了你所要的滿足而已啊 為什麼 忘忍誤會 四大甲合的這個身體 是我神 就是我 你問他什麼叫我 主持人就是我 所以我有病啊 各位 有病是什麼病 是四大甲的身體在病 你心如果無病 四大甲的病 奈何不了你啊 這本來人就是生老病死啊 那個除了忘忍四大為自身以外 還有一點 他忘忍六成圓影為自心 為自心 所以他的身心就不安寧 所以各位 他有兩個最大的誤會 誤會什麼 誤會我的身就是我自己 誤會我現在的想法就是我自己 這是兩個誤會 各位眾生為什麼無明 來自兩個誤會 這佛講得非常的貼切 各位去想 因為我們啊 當了眾生那麼久 我們還沒有聽到圓絕大話 還沒有聽到真正了欲大話的時候 我們的煩惱來自兩個嘛 第一個是我的情緒嘛 第二個就是我的身體嘛 你看一個人 尤其是一個女人 經過了中人跟人娶以後 她對她的外貌是這麼樣的重視 所以為什麼全世界美容醫科 美容醫學為什麼很發達很賺錢 因為大家都希望 我曾經這麼年輕過 為什麼要讓我變老 各位 剛剛這一點的四大假和的這一點齁 你要去破這一點齁 就要碎紋你自己很困難喔 所以你們想盡一切辦法喔 可是越整容 看起來越奇怪喔 各位很多次這樣說 因為她太在意了 你知道不知道 不要說一個外表上的在意 有一天她聽到她得癌症 你看她怎麼樣去過她的生活 你去看看啊 第二個 她誤認為這個四大是我的身 第二個仔細聽喔 誤認為我的情緒就是我的心 我的emotion就是我的心 哇這一點完蛋了 所以她佛在優悲苦惱之中 她不滿意的 她就優悲苦惱 她滿意的 她就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安慰 六成原因 那各位在這個地方 我要來告訴各位 這段話 講得非常的直白 也告訴我們 我們在身心這兩方面 我們都誤認了 所以各位現在的醫學 才有精神科啊 有身心科啊 可是各位 我們今天 不是只有身跟心 最重要的還有一個字 我用現代來講的就是身心 各位以外 最重要的是靈 就是我們的靈性自信 身心靈啊 這個才是真正的完美跟健康啊 不是在身心而已喔 你沒有見到靈 你的身心 再怎麼樣醫治 都是暫時的 都是短暫的 最重要進入到靈 這個靈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自信 好像是我望見還原觀有講過 可這個太重要了 為什麼 因為他是在西元後二世紀 馬民菩薩的偉大著作 他是大乘經典的鼻祖 那各位 有很多呢 以後的大乘經典 以及以後的政務者 都要以這一部經典裡面的文字剝裂 來作為修行的指南 這一部論述叫做大乘起信論 你看他跟你講大乘 大乘起信論裡面有一段話 很難了解 可是很多人喜歡講 很難了解 可是各位 他們告訴我們 無名是什麼 請各位聽著 為什麼他是無死以來 什麼叫無死 無死就是沒有開始 為什麼沒有開始 各位 你要去聽這一段 去欺路 去欺心 了解到馬民菩薩這段話 他說 一念不絕 各位這個要去地聽 這個要去你本心 一念不絕 生三系 境界一緣 掌六出 大乘請有底下的解釋 可底下解釋裡面 我現在透過白話文 來跟各位講 他的解釋是什麼 如果單從文字上的話 什麼叫三系 三系 第一個叫做 夜相 第二個 叫做見相 見相也稱為叫做能見相 第三個叫做進界相 好 各位 馬民菩薩說 真性本不動 能動 就稱為叫做夜 所以夜 動也 各位這個是從馬民菩薩大聖取信論 再聽一次 自信本不動 而自信動的當下 稱為叫夜 所以稱為叫夜相 所以這個夜相 他就講到這邊 那因為有夜相 有人動故 所以讓你能見 那因為有能見故 讓你能見 所以叫做進界相 所以進界相 是見相的所見 各位到這邊有點難喔 可是難不倒你們 再聽 因為有一個動故 動 所以叫夜相 夜相 產生能見 能見 就會產生什麼見 手見 各位到這邊這樣聽得懂嗎 那個到這邊稱的叫三系 何謂三系 那太微信有沒有發覺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子 我告訴你們一句話 叫根本無明 叫無死無明 你不要去認為為什麼 那是一種自然的現象 各位到這邊要聽得懂喔 各位 我現在來告訴你們 如果我用這樣來解釋的話 我會看你們的反應 如果你懂的話 你就鼓掌 我還沒有講完 如果你們不懂的話 各位我還會再解釋 因為我剛才是從文字上這樣來描述 可是各位我現在來講 你們仔細聽 有沒有記得第二講第三講 因為我在講經的過程 各位雖然你不要看我沒有準備 可是我的腦筋裡面 世間我現在糊裡糊塗 講到活活的時候 我清楚得很耶 我講過什麼話我都清楚 有沒有記得 我講心為什麼存在 心不治心 因靜故心 靜不治靜 因心故靜 為什麼會有心 因為他就是有一個靜 靜界的靜 這六祖講本來無一物 就是我們的親近本體 那個叫原覺 那個叫佛 稱為叫如來喔 自信原明體的當下 碰到了因緣所生 什麼叫因緣 就碰到了靜 靜界的靜 你自然自然的 你的親近自信 原明體的自信 就會轉化為心 就會轉化為心 各位這個是心跟靜的關係 那轉化為心的那一剎那 我們稱為叫本心 也稱為叫真心 而真心本心跟性自信 其實 其實 它只是一個 體 跟用之間的關係而已 它是無而無別 跟我講到這邊 這樣子能不能聽得懂 它太好了 所以心它是自自然然產生的 因為它有因緣 那這個心 產生了 我想用鏡子來解釋喔 這個叫做夜相 所以我用鏡子來解釋 這個鏡子的鏡面 鏡面 稱為叫做夜相 不是我們的心香 是鏡子 是我為了要讓各位明白 用這個來解釋而已喔 所以市民鏡子喔 鏡子即非鏡子 市民鏡子喔 這個是我自己的體悟理解 然後再從經典面的玻璃文字 我覺得喔喔喔就是這回事 那我就大歡喜啊 那當然我就要表達 讓我可以回歸自信的 這一個過程裡面 表達給你們聽嘛 所以各位我跟你講 一個真正開悟者 各位注意喔 小聲還沒有開悟喔 可是我說 真正的開悟者 沒有講不出來的話喔 他已經知道過程 他怎麼會講不出來 好 各位再聽一次 何其自信本是親近 可是靜不自靜 因心故靜 心不自心 因靜故心 當他碰到陰緣的靜的那一刹那 自動轉換回心 可是性還存在啊 可是它有作用啊 所以第一個三系叫做夜相 夜相就是仿佛 我現在用仿佛的最容易表達 就是一個鏡子的鏡面 仔細聽喔 這個非常重要 就叫鏡面 那個既然它像鏡面了 它可以怎麼樣 它就可以現象 所以它可以顯像了 因為它有鏡面 所以就有一個鏡面能顯像 能顯像的那個鏡面 稱為叫做見像 各位 這樣聽得懂 而現出來的像 叫做鏡界像 這個叫三系 各位 太感恩了 各位說我跟妳講 各位是上根系啊 你不要看元絕君喔 文詞這麼美 它裡面喔 含著很深奧的意思 很難啊 大聖起信論 各位跟妳講啊 有些人念過到最後 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單單一個疑念不絕生三系 什麼叫做疑念不絕 就是有晃動現象 波動現象 波動現象 叫疑念不絕 這疑念不絕 不是我們現在講到 啊我沒有覺悟啦 我還在生氣 各位 這個是六初不在三系 所以各位 疑念不絕生三系的現象 是心的境界 總點喔 是心的境界喔 心它有什麼的境界 它本來就可以造萬物 心本來就能夠顯出萬物啊 所以一切唯心造啊 各位是不是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唯心造啊 若觀法界信一切唯心造啊 進入法界的這個心 一切唯心造啊 是心所造啊 那各位當我們的自信親近原明體 本來是空極的 它本來是什麼都沒有 可是各位它的波動現象產生 它有晃動的波動現象產生 因為有因緣所生來了嘛 它就會變心 如果它還在心裡面 它怎麼能說 有說 一定要進入心嘛 那個佛陀 他兩千五百多年前 可是他成了西達州太子 以後他講了三四萬色不經典 請問 當然他說回歸自信不用講啊 他是用手在講 用心在講 自信怎麼能講話呢 各位聽得懂不懂 可是佛陀 無善也無惡 所以當下還是回歸在本心嘛 本心就是真信嘛 因為真心本性 所以我們中國才有句話 靈心獻信 你明瞭這個心 你就獻出信了啦 而信本獻它沒有一天離開我們 這個才是靈心獻信的重點喔 各位 這裡面 很深的聲鬧的道理 這個要懂這個不容易 可是自己第一天的當下 就知道心是什麼 那心是什麼 我們把它稱為這個叫做 無死無名 也稱為叫根本無名 所以各位有時候聽說 無名來了 突然很多種 各位有無死無名的 還有什麼沉沙環繞的 各位還有什麼環繞的 無名叫做環繞啦 那各位還有一個叫無死無名 現在講無死無名來了 哦 各位佛陀是告訴我們 我們為什麼總統顛倒 就是從這個無死無名 轉化為 當下轉化為心的時候 我們的誤認 我們的誤解 然後才來到 顛倒的意思叫誤解啦 好 再解釋一次 什麼叫一念不絕生三系 自信公德本事親近 它本來無言無語 一切空極 可是碰到境界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心 它已經有晃動了 有波動了 這個有能量 所以心有能量 這個叫波動現象 有能量 有能量出來 它轉化為心 轉化為心的當下 第一個叫夜象 夜象是什麼 轉化為心 接下來 心 它有一個能見 能見的這個心的本質 所以比如 它就像我們的鏡面一樣 它能見到什麼 變成鏡子是夜象 然後鏡子有一個能見 東西的那個能見 鏡面一定能見 這個叫做 叫做 鏡像 鏡像稱為轉向 這有不同種名詞 也稱為能見像 然後能見像 一定會出現了所限像 這個稱為叫鏡階像 這個稱為叫鏡階像 能見出什麼 原來則印嗎 各位 只是講心 這顆心 到這邊都沒有問題 我所謂都沒有問題 不是問你們有沒有問題 就是環露眾生到這邊 都沒有問題 那是自然華爾如是 問題是後面 為什麼會種種顛倒 境界預言長六出 各位 它把境界像的境界 又用到這邊來 換句話說 當啊 我們的心 出現了境界像 出現了影像以後 出現了境界像以後 哇 有碰到了圓 就長六出了 六出就是種種顛倒 那各位 哪六出呢 第一個 這個叫自相 相去相 直取相 即明治相 即明治相 夜起相 夜細苦相 那這六個 各位啊 這個很容易了 後面最簡單 一個比一個嚴重 一個比一個嚴重 各位 什麼意思呢 我現在來講 你們聽 當心出現 會產生 深邏萬象的時候 所以才有一句話 海映深邏常駐用 我們的心 因為有個能見的 像鏡子一樣的能見的鏡面 裡面出現了 所現出的影像 你 執著在這影像裡面 裡面產生的自相 這個字不是智慧的字喔 這個字叫做分別 你開始去分別 分別什麼 分別 這一個境界裡面 產生的像 它是什麼 就開始了 本來是單純的一個 境界所生的像而已 可是現在 我們就進入到 主觀意識的分別 分別 分別 這個是什麼 這稱為叫自相 所以自的意思 不是智慧喔 大聖取信論 用自的意思 不是智慧喔 各位 它是一種分別的意思心喔 所以自相 叫分別相 那分別什麼 你一直在探討分別 一直在探討 這些像是什麼 所以叫相續像 刹那之間 你在自相 在分別 可是 長時間 你一直不斷的在分別 不斷在分別以後 你會拿在這分別裡面 找出 對你有利的 還是你喜歡的 對你不喜歡的 你就不要 對你喜歡的 你就把握住 這個稱為叫做 直取相 所以你為什麼 直取相 是來自於分別 不然你把握 掌握他幹什麼 你掌握的一定 對你有利的啊 一定你喜歡的啊 你考慮了很久了啊 比如你為什麼要嫁給他 我考慮很久了 先分別 他不錯 他是我的對象之一 可是一直的 比較一直的比較 欸 好像他真的這麼不錯 各位 你也不是一天就嫁給他 你是等了很久啊 這個叫相續相啊 天在想啊 最後 會嫁給他不信 所以叫直取相 萬一對方不容易咧 完蛋了 你的後妹有的苦了 各位 他同意你有苦 他不同意 你會更苦 接下來 叫記名字相 什麼叫記名字相 你直取相以後 刻怒文字 把他刻怒在你的心中 好壞是回 那你要跟他在一起 叫我永遠信服 不跟他在一起 我的人生 完蛋了 這個叫記名字相 你計較 把變成名字再執著 比如 他的英文叫Andy 以後聽到 有Andy的 你就會嚇你一跳 唉唷 有一天 他不喜歡你了 聽到Andy就討厭 全部叫Andy就全部討厭 這叫記名字相 各位 我在講經典的時候 你要進入到你的日常生活 你去看一看 你還沒有開幕前 你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過程喔 各位 其實經典是我們人心的寫照 才叫做經典喔 它不是一個單純的語言文字 你如果錯認它是語言文字的話 各位 因為我們來講經聽經 無用 無效力 因為它 只是一個文字上的文學之而已 它沒有辦法安撫你的心靈 它講出來的處處都是我們日常生活的過程 我為什麼會煩惱 原來我也是這樣子的過來人 所以各位你去看喔 字相 相續相 你不停的在分別嗎 然後 最後分別出一個你要的跟不要的嗎 最後 刻下了文字 那麼樣的深刻 那各位 它告訴你 到第五出 你的業障就來了啦 最後 你隨著這個業障 因為這個業起相叫做業障喔 本來是一個波動叫業而已喔 你現在變成障了喔 所以叫業障喔 那各位 這個業障會讓你受苦 那個以後你就在業障果報裡面 這一輩子不斷在受苦 你下半輩子也一定在受苦 三障煩惱你斷不掉 這樣聽得懂不懂這意思 所以何謂六出 各位 用以前我們還是還複的心理裡面 去看看 什麼叫六出 越來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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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一念不絕生三系 這是華爾盧氏的根本無名 你現在變成了種種顛倒的無名 各位 那六種顛倒的無名 各位讓它越來越出 第一個 本來是一個境界而已 本來是出現的 比如鏡子裡面的畫面而已 可是你在分別畫面 這個稱為叫什麼像 自相 不斷的分別 所以稱為叫什麼像 相續相 分別到一定程度 你就要直取你要的 不要你就把它丟掉 這稱為叫什麼像 直取相 自取相以後 然後你就產生什麼 更加的深刻 叫寄靈自相 寄靈自相 寄靈自相以後 你就業障啊 所以稱為叫什麼 業起障 因為那個業已經產生你的障礙了 然後最後你就要受苦啊 業障一定要受苦啊 這個叫做業起苦相 這叫一念不絕深山系 敬謝一元長六出 這個全部都叫做無名 可是這個一念不絕深山系的無名 叫無死無名 菩薩都要度化眾生 你佛來素現到人世間來誕生 你沒有無死無名 沒有這業相 監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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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講經怎麼說法 怎麼去應對人事的關係啊 各位這樣子聽得懂不懂 可是一般的煩乎 我們跟佛一樣 一念不絕深山系 這個都是這個過程 可是這個叫做煩乎 自相相相續相 直取相 細靈自相 業起相 業系過相 各位到達業起相的時候 各位很痛苦了啦 既定的業障 既定的那種新式第八義式的阿賴耶 各位呢 把整個第六義式的分別 第七義式的我字 全部往裡面推 不斷的在儲藏 碰到原以後 又拿出來 又來受一次苦 所以各位這個叫業系過報 所以各位你看喔 所以佛陀說 這個叫做無名種種顛倒 可憐啊 那個這個無名種種顛倒的志相 一直到業系過相 它就是誤認兩種東西 誤認哪兩種東西 四大甲合為我身 六層圓影為我心 就是從這邊來的 這樣聽得懂不懂啊 那各位啊 佛陀要一直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什麼 你的四大甲合不是你的身啊 六層圓影不是你的心啊 它只是個圓影而已啊 身體是四大的排列組合而已啊 所以跟我們實際上講嘛 真正的修行人 他如果生病 他會講我四大不調 他不講生病啊 佛陀也會四大不調啊 所以祖師大德 誰沒有四大不調過 可是為什麼 他在四大不調的當下 各位 他無動一心 因為他進入到禪嘛 禪是什麼 不是久坐叫禪 行也禪 坐也禪 與莫動盡體安然 你要瞭解 忠義封刀 常談談 假勞毒藥也閒閒 什麼叫忠義封刀 舉例 封刀 用你的命 病理疼癌症 用你的命 也閒閒 就這樣子啊 也常談談啊 為什麼 本來如是啊 這四大甲合一定會有生老病死嘛 怎麼會干擾到我 他又不是我 我的佛信又不會生病 他本來佛信本質親近 是我的四大甲合是 境界向的那個原因 那個影子在生病而已啊 生病叫四大不調一定會生病嘛 為什麼 因為境界的過程一定是四個階段 生老病死 用在人的身體 那個用在其他的物質 是生住易滅 沉住壞空 各位永不變 因為永不變 所以稱為叫常 我們進入到你開悟的時候 我們不管你得到什麼病 還是在常態之中啊 各位有什麼擔心的 那個我現在問你 不擔心就不要看醫生 也不對 一定要看醫生 也不一定對 你就看你現在的相用叫什麼嘛 如果我這樣的相用 可以啦 就走啦 這也很好啊 何必在留那四大甲的五軸二世 各位在這邊汙走 本來是不汙走的啊 那各位大家都汙走 我可以離開啊 可是你的相用 還可以顯出妙用的時候 看醫生啊 留著啊 因為你還有妙用啊 還有人想聽我的經啊 因為我看網路的流量 如果有一天大家都批判 說不需要了 我留著何意 多吃飯而已啊 多虧你們照顧啊 不需要啊 所以各位 這個叫做 我現在每個禮拜 兩個禮拜 要做一個標靶化療 那個叫毒藥耶 也鹹鹹 就這樣出來 來啊 來啊 已經化了17次了 到今天為止17次了 來啊 醫生這麼講話就這麼聽啊 也鹹鹹啊 那個比毒藥更毒啊 毒藥吃下去馬上死 哪一個是 慢慢慢性的 在毒化你 可是 長生的這種病 對西醫而言 沒有這個又不行 就來啊 這幾個月來 各位 其實 我的心 也長坦坦 也鹹鹹 我都知道嗎 很自在啊 那各位啊 你看佛陀告訴我們這些 所以 他說 現在的重點是 因為我們生病了 空中本來無花 是你生病 眼中生病 才看到空花 所以佛陀說 因為我們生病了 所以叫做 地比病目 病目就是生病的眼睛 因為生病的眼睛 為什麼我們生病 因為我們有一個種種的顛倒 叫無明 這個病目叫做無明 各位重點喔 病目就是無明 也稱為叫顛倒 就是因為我們顛倒 我們無明 所以見空中花 空中花就是空花 就是 以為四大就是空花 以為四大是真有的 四大是什麼 請各位聽著 四大是空花 各位這個很多人難要求 我的身體在這邊 它怎麼會空花 空花是舉例啊 明明身體在這邊會痛 怎麼會空花 那各位第二月是什麼 本來只有一個月 不信的話 各位你啊 回去 如果晚上看月亮 你的眼睛喔 把它弄一弄 怎麼會有第二個月出來 這個是你的眼睛起的作用 本來是一個月 沒有第二個月 二月就是我們的圓影 六層圓影 所以誤認為 我們的身體 是真我 這個叫做空花 其實四大是空花 圓影 它是什麼 是一個影子而已啊 所以它用第二月來表達 換句話說 我們今天 是因為我們的眼睛出問題了 才會誤認四大為自身相 六層圓影為自身相而已 各位 各位 不是你修行不好 而產生這樣子喔 是因為你誤認才這樣子喔 所以佛陀的偉大是正知見 各位這個才是真正的佛陀的偉大 你沒有錄正知見 各位我坦白跟你講啊 你不管怎麼會修啦 就像呢 諸法無行經裡面啊 上週的這個聖義彼丘 已經失到了四禪八定 可還是落地獄啦 各位不管你打錯 你學哪一派的 不管你 你的什麼海底輪 什麼心輪 什麼輪 各位一直轉一直轉 轉到最後 最後你會轉到 還是最後一條路 兵儀館火化掉 任何人都一樣 管你神通有多大 混火認的話 你可以提出證據啊 人生自古誰無數 觀眾有沒有道理啊 今天是我們誤認 所以誤認空中花即第二月啊 各位啊 六層圓影你都很清楚啦 眼耳鼻舌生意 對色身香味觸化 所有的六根 對六層的當下 你產生六四 這個六四 你以為這個四 就是我的心 不是 它只是個絕獸而已 各位聽得懂不懂 所有的絕獸 比如你眼睛能看東西 這些東西 會產生在你根本無明 就是一念不覺生三系 你的心裡面 產生出來的靜靜像 比如我現在站在這邊 我看到各位 各位 前面各位 所做的師兄師姐 各位大德各位菩薩 在我前面 你們全部都是我的影像 各位相同的道理 你的心跟我的心 本心一模一樣 我能獻出你們的像 是我的原因 相同道理 以你本身而言 你的佛性 你的本心獻出來 我們大家全部都是你的原因 一模一樣 既然是我的原因 那你發現到 我的心有多大 孔子說 燈泰山而小天下 那各位我這樣舉例嘛 日本旅遊 大家要去看富士山 富士山如何的壯觀 可是 它不離開你的心 那個你真的有把富士山 帶回到台灣嗎 沒有 可是你可以一起 回憶起富士山嗎 可以 富士山的影像 可以在你的心裡面 呈現畫面嗎 可以嗎 可以 所以你的心 既然那麼大 可是富士山 你搬不回來 富士山對你而言 它只是一個什麼而已 影像啊 各位這個能不能理解 既然它是影像 沒有一樣是真的 富士山有沒有 以物質的環境而言 它有 可對我而言 它只是一個影像啊 富士山是世間的東西 它會爆炸 它會地震 各位 說不定過了一千年 你如果再投胎去日本 如果你還記得 一千年前你看到富士山 一千年過了富士山 可能長得這個樣子 不是喔 因為它經過了地震 經過地形的變化 說不定變成另外一個樣貌啊 所以世間 它會生住一面 沉住白宮 再變 你的本性不變呢 為什麼不變 當時候你看到的富士山 比如一千年後 它對你而言 還是圓影呢 既然是圓影 我執著什麼 如果你還在封北執著 你就進入到長六初囉 這樣聽得懂嗎 你就進入到封北了 喔這個富士山太美了 封北它美 啊你喔 比如說 你又有一個懷樂的情節 聽到富士山 哇太好了 我一直富士山 富士山 富士山 這是日本的國山 富士山 不斷的出來 這叫相敘相喔 那個相敘相裡面 你就把以後聽到富士山 你就被你高興喔 這叫直取相喔 那你就給他偶像化喔 這叫寄民之相喔 各位 這個就是你痛苦的根源喔 你有業障就來了喔 各位有一天富士山 都不要怎麼樣喔 還是有人提出富士山的負面了 你就會很痛苦 要跟他爭執 爭 甚至呢 動刀動武 各位 無限的苦 你就會自受囉 叫業障苦報 所以各位啊 你要知道啊 人世間啊 就是這樣子過生活的啦 有時候民族主義在運作的時候 那種愛國情操 會讓你很痛苦啊 我不是叫你不愛國喔 可是各位 你知道眾生的苦 是這樣子的苦出來喔 對社會 對人 對事物 所有一些 都在佛法的敘述之中 那各位 今天就是我們的誤認啊 可是各位 現在最難的 十六成圓影為自心相 這個我們能了解 眼睛看的耳朵聽的也是圓影 眼耳鼻舌生意 意 就是我們的意 意 產生叫化 化是什麼 化就是心的境界嘛 意的境界 突然那個影像嘛 叫化嘛 所以才有一句話 勇家大師講的話 心是根 法是成 兩者 以無如 近上痕 各位 真的是 各位為什麼要舉出勇家大師 各位跟你保證啊 大策大悟者啊 他講出來就是經典的話 我看到鄭道哥這句話 我看到鄭道哥這句話 各位就知道 這大策大悟 心是根 法是成 兩者猶如 近上痕 各位真的是厲害啊 這個又從那個角度啊 各位你從這邊去想 一念不絕深山系 進階預言場又出 就看看有沒有道理啊 心是根 根 因為 心不治心 遇到近 遇到近 故心嘛 近不治近嘛 因心故近嘛 所以心是根 他轉換嘛 當下轉換嘛 從自信面轉換為心嘛 所以心跟信 各位他是一 不是二嘛 可是他是取作用嘛 他是根 那法耶 法就是從 近面上 產生出來的痕跡 這個叫做法 所以法界 就是心界 心產生出來的痕跡 叫做法 這樣聽得懂不懂 所以兩者猶如 近上痕 就這樣子 啊這樣講嘛 橫過近處 光死現 心法 心法 雙望 信其真 橫過近處的意思不是說 我要把這個痕夠 把這個痕全部去除掉 就不是 意思是說 你不要執著這個痕 不要執著這個境界 不要執著這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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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面上出現的境界相 的這一個東西 你的光就現啊 光就是星光啊 就現啊 因為你長六處的執著 才會把他癮而已嘛 心法雙望 信其真 心跟法 這兩者都放下啊 心是什麼 不要去探討 也放下啊 成是什麼 法是什麼 也不要去探討 放下 它是華爾人是出現的 這個而已啊 信其真 你的真心本性 就在當下 可不可以講那麼好啊 他叫你雙望啊 能所雙望啊 能跟所都放下 能限所限都放下 對不對 你就回歸真心本性 那個叫成佛啊 所以勇家大師 真的是鼓活在來啊 他是視線一個叫做玄絕而已啊 碰到六祖 也不需要聽六祖講什麼 可是他自己有用功 他是因為妙法蓮華經 跟維摩經而開悟嘛 勇家全舉他講 他沒有老師 他的老師就經典 那經典是他的老師 他的誤處在從這兩個經典 來印證他的誤處 厲害 妙法蓮華經跟原覺經那麼長 一般人看經是選擇他會講的 他會看的幾句話來理解而已 他不懂的就放過去 可是呢 勇家大師對妙法蓮華經 各非常的通達 對維摩經非常的通達 他的每一字每一句 按照這樣子的過程來做修行 我現在講的修行是有他的方法 然後修行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再印他所看到的經 來印證他修行的成果 所以他的老師是誰 就是經典 來印證他的是誰也是經典 各位有一天你真正開悟的時候 經典會替你做印證 你不要去問什麼人啊 可是他碰到的玄冊 玄冊我跟他講說 雖然經典跟他印證 可是我知道 當時叫像話 所以他說 陰威王以後 還是要有一個真正正道如來 完全圓滿的如來 就來跟你印證更好 所以勇家大師他就說 哇好啊 你好啊 你是誰 不然玄冊你來跟我印證 因為我知道你的程度很好啊 玄冊說我沒有資格 我的師父來幫你印證 你是誰 六祖啊 好好好 我們去找六祖 你看他剛去的時候 他的爭辣比六祖高出多少 六祖三十九歲才出家嘛 勇家大師從小就出家啊 他拿著席帳 也沒有典禮 又辣三沙 六祖講說 哇你怎麼那麼沒有禮貌 你要來問我呢 他講說 沒有辦法再跟你來 禮貌來禮貌去 為什麼 生死無常啊 他就這麼跟你講嘛 一切無常嘛 我要了生死嘛 他就問他說 六祖他說 生死 你要是不是生死 可為什麼要不要誤無聲呢 玄冊大師就知道 碰到了民事了 他沒有教我什麼 這個就是 我借著六祖的語言文字 文字多類 來做印證而已啊 各位有一天 經典會貼你做印證 為什麼 各位坦白跟你講 現在莫華時期 要講講找到 不是有名的名喔 是光明的民宿喔 非常難 真正開悟的事物 可當然還很多啦 只是我 我齁 比較淺薄 我眼界短而已 可能還沒有真正的碰到 一定有啦 可是 沒有那麼容易 什麼替你印證 經典替你印證 你看到經典 頻頻點頭 就是這樣子 感恩 感恩佛陀 碰到了勇家大師的正道歌 只有點頭 就是這樣子 真的感同身受 看到了傳心法藥黃破禪師 啊 原來如此 真的是這樣子 各位 那一天就是你印證時 所以在經典替你印證了 現在他告訴我 只是因為我們呢 眼睛有病 才看到空中花 幾第二月而已喔 好 接下來 我們看下一頁 各位 各位 現在文字念過去 我會告訴各位 如果你真的是有印證到這些文字剝勒 你會覺得好像白話文一樣喔 好像念過去很順喔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中間我們來做解釋 善男子 空之無花 病者望子而已 各位 虛空 哪有花啦 虛空 本來無花 是因為你眼睛有病而已 這個病 就是所謂的無名種種顛倒而已 因為你誤認 誤認叫做忘認 忘認叫做誤認 你誤認而已啦 因為你不明白 你不明瞭 我這樣舉例子嘛 一個患有非文症的人 一直覺得他有蚊子 你跟他講沒有 他不相信啊 而且一直想除蚊子 蚊子不用除 因為他本來就沒有蚊子 是你眼睛有病而已啊 所以 因為忘直顧 忘直的意思就是誤認 誤認 誤認顧 誤認你知所顧 揮為 獲此虛空自信 亦附迷彼 石花生畜 因為你忘認 所以你迷獲著 這虛空自信 你就不了解了 什麼叫做虛空自信 他是用虛空 來比喻自信 其實虛空不是自信喔 可是最好的比喻是虛空 聽得懂嗎 因為虛空無限嘛 真正的自信 跟物理學的虛空不能比啊 可是因為要語言文字 所以用兩個字來比喻 叫做虛空 因為你 因為眼睛有病 所以你以為有空中有花嘛 是因為你誤認而已嘛 這個誤認 所以你就誤認虛空了啦 因為你誤認虛空的本質嘛 誤認我們真心本性的本質嘛 所以你用米比石花生畜 所以你呢 除了誤認你誤解了自己的虛空自信以外 最重要的 你用米也是誤認 誤認什麼 誤認這個花 你看石花生畜 所現出的空花有它的深處 因為你眼睛有病嘛 會蚊症嘛 你就看到蚊子有來啊 有生蚊子啊 到這邊聽得懂不懂 所以你就看到 它真的有生蚊子啊 因為你的疑惑跟你的誤認 認為這空花有深處 所以由此妄有 什麼叫妄有 本來沒有 你一直認為空花有 所以你才會輪轉生死 那這個稱為叫做無名 所以各位現在問你們喔 我們會輪迴不已 輪轉生死的元凶是什麼 就是誤認而已 跟你講得很清楚 今天佛已經把事實都跟你講了 既然是我們的誤認而已 佛要我們了生死 什麼叫了生死 生死本來就是空花 生死本來就是虛空裡面的花 虛空本無花 叫無生 當你悟無生的當下 你進入到陸地的菩薩 你根本沒有生死可了 這個才是真正的了生死 如果你要生死可了 就好像你是個非文證的人 認為認為醫生可以幫助你除蚊子 你還在誤認之中喔 各位很多人講說我要了生死 各位你還是在生死當中 你要講句話 才是印證為你已經脫離生死 本來沒有生死可了 才叫做了生死 好各位鼓掌一下 所以 善男子 此無名者非死有體 各位這句話是重點 因為今天我們都知道 無名是我們的元兇嘛 無名就是我們眼睛有問題 所以才會看到空花嘛 那這個無名 所以我們要除無名嘛 如果講到這邊 底下佛陀 當然要告訴你 無名既然是元兇 所以要除無名嘛 可除無名 因為他是療癒精嘛 什麼除無名 他告訴你 無名本來就無實體 所以呢 此無名 灰石有體 他本來就是沒有體啊 既然沒有體 哪有無名讓你可斷啊 他本來就沒有那樣東西啊 空中本無花 本來就沒有那樣東西啊 你何必去除空中花呢 所以既然他沒有體 喔佛陀跟我們勸告 可實在是太了意了 所以我知道了 我今天既然被無名所害 被無名所困 所以我要除無名 他告訴你 無名不需要除啊 無名本無啊 哇 各位 這個就簡單了啊 這個才叫療癒啊 如果我要除無名 好 跟我們師長聽到一句話 這句話 可告訴你 是要讓你進階 進階的話 這句話 叫做 情修戒定會 喜滅貪生吃 出現在背著背帶 都會寫這幾句話 我情修戒定會 除滅貪生吃 貪生吃除滅以後 我現在又起了新的貪生吃 我在修戒定會 再滅掉貪生吃 貪生吃又 又出現了一個貪生吃 我再來修戒定會 又滅貪生吃 一直修戒定會 一直滅貪生吃 一直到你要死的那一刻 你要告訴你自己 下半遍子 再來修戒定會 喜滅貪生吃 你就永遠累積 不得了抽 一直在情修戒定會 喜滅貪生吃 各位 這個稱為叫不了意 所以大寶基金獎 這個叫不了意 因為你作業環擾嘛 那什麼叫了意 本無環擾 本無無名嘛 這個才是真正的了意嘛 所以叫做環擾夜盡 什麼叫環擾夜盡 環擾夜盡 就本來沒有環擾啊 環擾來自於無聲啊 是你當下出來啊 當下出來 它本無體啊 所以你放下的時候 它就沒有囉 講到最後 也沒有環擾 讓你可放下啊 各位到這邊 你是憎悟中的憎悟喔 因為環擾它是空向喔 就好像我舉非蚊症最容易啦 非蚊症你不需要去打蚊子喔 也不需要去除蚊子喔 因為本來就沒有蚊子喔 是因為你眼睛生病而有蚊子喔 那各位從這邊來看 本來也沒有環擾這回事 也沒有無名喔 是你的見地錯誤才會有無名喔 各位這樣子聽得不懂 所以佛經是講 旺刃 旺刃 旺刺 旺刺 旺刺就旺刃 一直跟你講 是因為你誤會 灰蚊症的人 一直誤會有蚊子 明明瞭瞭的人 大家都知道 本來沒有蚊子 就像精神病的人 可以跟你講 我碰到神 碰到鬼 你跟他講沒有 我怎麼沒有 我剛剛看到鬼來找我 跟你去看看 一樣的道理啊 所以各位 現在佛陀要講出了一個非常重要 千君萬眾的話 無名既然是我們的英雄 那無名是什麼 灰 石 有體 太厲害了 他舉這個例子 我們都聽得懂 如夢中能 各位 我們做夢 夢時揮舞 在夢的時候有沒有 這也有啊 各位大家都有做夢 今天真的有啊 可是極致醒了 無所得 當你醒了的時候 你才知道 夢 沒有啊 夢的時候 真的有啊 真的有這個夢啊 我夢中的時候 你意識心 也是跟他對抗 喜怒哀樂都出來啊 你也會害怕 又歡喜啊 可是你夢醒的時候 夢從哪裡來 也沒有來處 你醒了的時候 夢跑去哪裡 也沒有去處 無來無去 叫做不來不去 不來不去 叫不生不滅 所以心經你念下去 各位 本來沒有那回事啊 請問 你說你做夢 夢到什麼境界 那各位 我明明看到 我整夜都沒有睡覺 啊你有睡覺 我整夜都盯著你 啊你告訴我 你說你夢到什麼 人在找你 你去什麼地方 我站在你旁邊 我都一直在旁邊盯著你 你睡了八個小時 我怎麼沒有看到啊 所以 夢中是 本來無事 他本來就沒有來處 也沒有去處 他一假到底 絕對的一假到底 毫無思良處 所以等到你醒的時候 不是無所得嗎 他本來就沒有啊 無明本來就沒有那一回事啊 所以心經講 無無明 亦無無明盡 本來就沒有無明 你還要去處無明 不是更無明嗎 我各位心經厲害 在這個地方 你把它念下去啊 無明亦無明盡 既然沒有無明哪有老死 所以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佛信什麼會有老死 是我們說到四大甲為我身 人認為我死掉四大甲的身體死 叫做死 是誤認而已啊 他身體死成為死 你用換一個新的身體來成為死 真的要這樣了解嗎 各位這舉例太好 舉夢中人啊 這太棒了啦 好 來下一頁 各位 你去看這些內容喔 再來喔 如眾空花媚於虛空 不可說言有定媚處 何以故 就好像一個空中出現的空花 空花媚在虛空 空花在虛空中媚掉 各位 你去思考喔 這個用邏輯 一個虛空出現的空花 空花 那空花沒有了 空花沒有了 你不可言說有定媚喔 定媚處喔 他沒有了 他沒有 他到底在什麼地方沒有 何以故 因為他本來就無神之處嘛 他本來無神 他哪有媚追回數呢 空花從頭到後 是我們的認為 是我們的妄子的認為有空花而已 空花從來到頭都沒有 所以叫空花嘛 他到底什麼地方媚掉的 他本來就沒有啊 本來就沒有的東西 哪有在什麼地方生 哪一個地方媚呢 本來他就無神 可這個是重點喔 所以呢 佛陀在修佛的過程裡面 叫我們不用媚空花 你在媚空花的那一剎那 你還有在媚空花 你還有一個媚 你又產生一個媚的空花 這叫頭上鞍頭 那空花來怎麼辦 各位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更實際更好更好講 你夢中如果你做夢 夢我們沒有辦法避免嘛 各位在座呢 還是這個網上電視機 走看這個菩薩們 誰沒有做夢 可是你已經知道夢是什麼 知道夢是什麼的時候 只要你不執著夢 何妨它空花呢 可繼續吧 聽著 很多人來問我一些事 跟我講說他昨天夢了什麼 他夢見了什麼 各位 他的前提已經不對了 那時候後面我都不跟他打 我才不會隨著他的空花 進入空花的現金 夢本來就假的 本來就沒有那一回事 你問我這個問題 各位 提活法師雖然叫小生 可是我也有一點誤處 我怎麼可能去跟你談空花事 我講這有沒有道理 如果就有道理的話鼓掌一下 就彷彿我跟一個非文正的人 談如何滅掉文字 我怎麼會那麼疑似 所以他講聽聽就好 我大概知道他的誤處到什麼地方 所以各位啊 你看元傑金實在太厲害了 他全部都一針見血啦 太厲害了 他說啦 空花啊 他都舉像夢中人一樣 夢雖然你是有做到夢 你醒來後什麼都沒有啊 夢是什麼都沒有啊 夢是什麼都沒有啊 他從什麼地方來 我怎麼知道他從什麼地方來 他怎麼走到什麼地方 夢怎麼走的 我怎麼知道他怎麼走的 反正他從頭到頭都假的嘛 都虛幻的東西嘛 虛幻的東西 我還去評論他的來趣 所以 眾空花魅於虛空 不可說言有定觸 何以故 因為無聲處故 各位 如果你能瞭悟到這個見地 而且這個見地 你已經認定 認定到 沒有任何形象 任何的東西可動搖你 這個叫做 誤入無聲華人 你已經進入到信位 不單是信位 是認 實信實助 實回向實地 各位一直來 各位一般說這個叫第八地菩薩 各位你會覺得 如果單從主事大德 再從進來 覺得 我們要修到這邊 多久多難 各位跟你講 你見地道的時候 一切 都是在你預期的當下 而那個預期 也不是你心意識的預期 你自己認證 你自己開悟 而不需要自知 可是你了解 就是那一回事 你進入到無聲華人 本無聲 所有的圓影 所有的空挖 干擾不了你 就是你進入到無聲華人 任 不管什麼事情發生 不管所有生住以內 神至外空 生老的病死 你就知道 他不但是空花 他也是圓影 他只是一個假象 完全都沒有 他就像夢中式而已 各位 他出來的時候 我了解他有 可是他干擾不了我 因為他本無聲 有沒有夢 有 有沒有夢境 可是他是無聲 就像 各位 一個人 我現在是舉有病的人 有病的人 非文症 他本來無文 可是他認為有文 那跟我們既然有這個身體 我們有意識 因為心意識 有意識 我們一定會做夢 那跟你們說 大修行者 各位會不會做夢 各位 因為我不是大修行者 我不知道會不會做夢 可是我還會做夢 可是夢干擾不了我 各位 你能這樣子 你才能進入禪的境界 你才能進入禪叫三昧 所以各位要清楚 為什麼 無有定滅處 因為無聲故 各位 你看 圓絕要講一個結論 所以 現在的說 眾生 他講眾生 不是佛菩薩 眾生跟佛菩薩 本無二 你悟到這個道理 叫佛菩薩 你不悟到這個道理 叫做眾生喔 眾生只是在無聲中 望見生魅而已啊 各位 本來無聲魅 所有的眾生 是在無聲中 無聲就是不生不魅 望見的意思 望叫誤會 而見到生魅而已 所以 本來是無聲無魅 本來無一物 本來完全空極 你是在那完全空極 本來無一物的當下 去誤解他有生魅 所以 這個稱為叫做 世民的民 就是 稱為 假民 所以說 這個叫做 輪迴生死 所以請問各位 今天所有的眾生 都在輪迴生死 主的過程 他在六道輪迴沒有辦法出奇 原因何在 就是因為 他不知道 原覺自信 本無生魅 不知道原覺自信 本來無聲 他是在無聲的當下 眾生本來就無聲 佛也無聲 眾生也無聲 佛是在無聲的當下 他明白什麼叫生魅 眾生是在無聲的當下 望見生魅 所以 他一直在輪迴生死 所以 無為生死的生死 就是一場誤會 各位如果懂的話 請各位鼓掌 誤會 誤會太久了 今天 終於佛字把我點醒了 今天知道了 所以各位 我跟你講喔 聽完經以後 你就是末世眾生喔 不是這一輩子 你死後 才末世眾生 當下 你了解啦 真的啦 各位 三聖元龍關的 清涼大師跟蹤蜜 就在講這個 這個才叫華元金啊 各位你要懂啊 華元金的真心神在講這個啊 好 各位到這邊 各位都很清楚的話 喔喔喔 原來是我們一個誤認喔 各位 你去看看這些文字 都沒有很艱深喔 可是文詞 都非常的流創 全部沒有廢話 全部很緊密的告訴你們 什麼叫無名 原來無名是誤會 誤會了什麼 誤會 四大假而為我身 六成原意也為我心 然後又講 這個無名 既然是你誤會 那無名怎麼來的 他告訴你 無名本無身 無名 絕對 沒有實體 無名本來就沒有那樣東西 只要你釐清誤會 了異到誤會的爭議是什麼 就是你誤會什麼 那當下你就誤無聲 當你誤無聲的當下 生死輪迴 對你而言 從此以後 這個誤會你澄清了 生死輪迴 全部斷絕 他跟你講這個東西 他跟你講這個東西 各位 我們學火不是學什麼 不能要學什麼 這才是學火的真諦 再來 各位啊 底下太重要了 善男子 各位跟你講喔 我都會用語言文字來提醒喔 圓絕經喔 他沒有一段廢話 可是沒有段廢話的中間 又有一段是重中之重 如果可以的話 這些文字 可以在你口中朗朗上口 這個是用文字玻璃 藉著文字玻璃 來讓你的觀照玻璃起作用 你就自自然然進入到實相玻璃 各位你要往生的那一叉啦 假設 當然阿彌陀經講磁名念佛嘛 可是各位佛是什麼 佛就是阿彌陀佛 就是我們的知心 各位一定要清楚 念佛有四種 一個叫實相念佛 磁名念佛 觀像念佛 觀像念佛 各位現在告訴你們 念佛有這四種方式 淨土的經文裡面 他各有他的提倡 阿彌陀經是提倡磁名念佛 那個觀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 各位他提倡觀像念佛 他有十六項讓你觀嘛 觀露出 觀大地 觀這個海 觀水 觀想念佛 觀想著來念佛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阿 磁名念佛的阿彌陀經 觀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 各位他們裡面所謂的主張 無非是假借這三種念佛的手段 目的要讓你實相念佛 這是要入實相阿 各位當你念進入實相念佛的時候 這個才可以稱為叫老實念佛 不然你怎麼來為老實 這種老實念佛你怎麼為老實 你說念老實是騙人的阿 而且念佛要不間斷 各位你可以不間斷嗎 磁名念佛你可以不間斷嗎 觀想念佛你可以一直觀想嗎 不可能啊 可是各位實相是不間斷 所以叫三實細念 什麼叫三實 三個實代表所有的實 細念的意思是不間斷 細嘛不間斷 你會想說如果讓我不間斷 可可以啊 你進入實相就不間斷了 為什麼 實相是如來 如來就是阿彌陀佛 你跟他無而無別 他永遠跟你在一起 他怎麼會跟你分開 怎麼會跟你分開 他當然不間斷啊 各位你不懂得這個道理 你只有手段 不知道你的目的是要進入實相 你要成功 不太不太 機率不是很大 各位聽得懂不懂 那當我知道什麼叫老實念佛 什麼叫實相念佛的當下 你在用這個方法來讓你保認住 不是更好嗎 各位聽得懂不懂這個意思 你可以借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來 你要知道原來阿彌陀佛就是我自心彌陀 淨土是我唯心淨土 既然淨土是你唯心 你心也沒有失去 所以當下也不是都淨土嗎 你說不是 是你誤會而已啊 是一樣的道理嘛 可是你不知道實相 各位你一直在這個地方下功夫 各位有時候會盲羞瞎練喔 有時候會越念越執著 越念離佛越遠喔 越觀想越觀像 各位你會 妄想執著更來喔 因為 真正的手指頭 是要指這個月而已 各位要懂阿 這佛法是這樣 那個你的陰地是實相 仔細聽 你的過程裡面 最後的果絕還是實相 那個圓絕經已經告訴我們了 文殊菩薩問儒來說 問世尊說 所有的儒來陰地是怎麼修的 他說陰地就是用 圓絕絕照來修阿 就是用你的自信本心來修阿 所以 最後的果 也是入圓絕絕照阿 各位 因果是不惡啦 所以叫陰地不爭 果照依取 你因如果不爭 果就會不爭阿 所以個圓絕經是先跟你講果喔 他跟你講果 就是跟你講因喔 菩薩花心的當下 都是花果絕的因來花的喔 所以最後當然入果絕阿 各位這樣聽得懂不懂這個意思 好 各位 底下的話 太重要了 善男子 如來陰地 修緣絕者 知識空花 幾無輪轉 亦無身心 受彼身世 非作故無 本性無故 各位這句話 各位可以的話 這句話喔 我是建議啦 你體悟就可以 如果這個文字 文字波勒 一直 從你的觀照的當下 秀出這樣的文字 依文 解義 這個文 是波勒的文 並不是一般文章的文 各位會一直的提醒你 一直的讓你原覺 本具的原覺自信 更加的明顯 各位現在 這句話 必須要做說明 看起來 從這文意上 你會知道 可是要做說明 請各位仔細聽著 這個有個很重要的重點 如來因地 修原覺者 因地 這是文書菩薩開頭的問話 如來因地 修什麼 就是修原覺 原覺就是我們的本性 就是我們的自信 就是法性 它本地境空極 本無掛礙 所以稱為叫虐盤 也可以稱為叫解脫 這是經典的話 各位經典裡面 文書菩薩說 雲和自信 雲而華信 畢竟無外顧 其信如虐盤 亦同如解脫 所以原覺就是虐盤 就是解脫 它無掛礙 那 如來因地 就是修 本來解脫無掛礙 各位 用修這個字 只在表達 是修而不修 為什麼 就是修那一種 你本來就具備的佛性 它不是從外來 你本來就具備的 是你本有的 他本有就修這個 所以最後的結論 當然是這個啊 好 如來因地 修原覺者 知識空花 這空花已經講到很久了 不用講了 空花是什麼 是你知道空花 空中本來無花 是因為病中眼中有病 才淪為空花 那各位 現在這句話的重點在知 我現在要引華妍金 來跟我講一段話 因為這個跟忠祕大師 有很大的關係 三聖元農官 清涼國師 就是在講這個的話 有很大的關係 各位這個經文是這麼敘述的 文書菩薩 他是佛的老師 他向所有的菩薩 所問的問題 最後來做個總結 那各位文書菩薩說 什麼叫做佛境界之 文殊菩薩在所有的菩薩問完以後 他總結說 什麼叫佛境界知 這個知 就是元絕經裡面知事空花的知 兩個字一樣 道理一同 你沒有佛境界知 可是你不知道那個是空花 當你了解所有的一切是空花的時候 那個叫做佛境界知 所以裡面的經文文殊菩薩答 他說 世間 知一切 所有 有 朱陰森 佛智 水 可了 意 無 比分別 非是 所能是 亦非 心境界 其性 本清淨 以此 渡群生 各位 這是華燕金的一段話 那各位先生跟你講啊 這段話 你們回去找經文 我可能有幾個字 我不一定要跟他一樣 可是意思是這樣子喔 他說 世間所有一切 包括所有的陰生 所有的陰生是舉例 就是世間所有的一切啦 佛制 什麼叫佛制 就是我們的根本制 本心 我們的真心本性 隨可了 他都清楚 他都明了 因為剝裂無知 剝裂無知 可是他無所不知 我們的佛性是這麼厲害喔 各位現在不是講世間法喔 世間法裡面你沒有學 你一定不會 你不要騙我 六主不認識字就不認識字 六主成佛 不認識字就不認識字 可是六主可以了解宇宙真相 可以講出六主談心 剝裂無知 要講出來的時候無所不知 這個是在講法界 不是講世界喔 可是各位 佛制進入到世界的一切 為什麼要講世間之一切 所有諸陰生 諸陰生 還有文字還有什麼 等等等 這個不用講了 所以他用陰生來表達 佛制誰可了 什麼叫誰可了 不是我都了解到這些 世間法的陰生文字 不是喔 佛制叫陸法界 當你陸法界的時候 所有的世界 全部都是法界 所以句話要清楚 可是這個太重要了 現在都能學佛 因為他也有看到一些經典 所以他會講 環腦即菩提 世界即法界 講得很好 他是按照人家講的 以及經典裡面 找出了一段話 網路上查就有 可是問題來了 世界即法界 你不知道法界 你怎麼知道世界即法界 你說環腦即菩提 維摩軍 網路上查就有了 你也會講 環腦即菩提 你不知道菩提性 你怎麼會知道環腦性 所以各位 現在就這樣子 一文結義 因為現在網路很發達 你直播啊 哪一個要聽人家講 還是經典 隨便翻開幾句話 去就不用翻經典啦 網路上拿一大堆的話語 可是各位 這個都變成了一種口頭禪 不是你真正了解 懂得不懂的意思 所以為什麼我們經典 碰到的文字玻蕾 一定要讓各位 從觀照玻蕾裡面 什麼叫觀照玻蕾 你第一天的當下叫觀照玻蕾 你就會入十項玻蕾 十項玻蕾 眾生本據 那個叫做 氣心 氣心氣精 進入了意 各位這個是 才是真正修行的境地啊 你了解後叫頓悟 那接下來 日常生活裡面 因赤地盡 每一次的日常生活 每個歌力王來 你有沒有辦法 隨著你的悟觸 然後對待歌力王 就像金剛經講的 佛陀以前對待歌力王 為什麼他沒有稱恨 因為他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受者相 雖然說在考驗裡面啊 那個才是真正的修行啊 可聽得懂不懂 可是實相你不懂 你怎麼修行 你只有一條路 忙修修 人家說什麼你就做什麼 可聽得懂嗎 而且時常在換項目 因為做完後你覺得 有沒有斷煩惱啊 世間跑來沒有什麼啊 股票越買越跌啊 然後這樣跟我算 都不太一樣啊 各位你本來有一個期待 我做一做還是做什麼以後 我這世界會美好 我還想不到最近疫情 台灣增加那麼多 各位你會為你所做的 為全製華裔喔 到底有沒有好處 有沒有益處 當然你會講這個時候 我智力還立他 可是各位你不了解 什麼叫智力立他的當下 各位你就會自己起了疑惑 自己又多了一個包袱 各位你要懂喔 你去看看 你在你個人的修正過程裡面 你有沒有碰到這樣的問題 你自己最清楚 因為沒有抓到實相的核心嘛 你是從事先向的相貌的生命 在用分別利害關係 在對待他而已嗎 可是聽得懂不懂 所以各位 如果有一天我們開禪修班 我才不在乎你做什麼姿勢 我不是在乎你做多久 我要的事 不是你常做不握喔 有沒有記得六祖談經的一句話 沃倫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 再來 對勁不起心 菩提日日常 六祖馬上回答 會能無伎倆 不斷百思想 對勁長起心 菩提做何常 菩提怎麼本來就這麼常 還要怎麼常 各位 真如本性能起念 所有修行最糟糕的就是斷念頭 念頭是從真如本性產生出來的 一念不覺生三系 心是從性裡面產生出來的 心本來就能造物 你不能斷心的本質 所以六祖談經又講 真如自信能起念 念是真如自信的用 而他的體就是真如自信 所以不需要斷念 念 只要產生了見聞覺知 而不去執著見聞覺知的話 真信常自在 各位重點喔 這是我的心 會出現的影像 各位本來是什麼 無心 現在變成有心 心 夜象出來了 夜象再來是什麼像 能見像 能見像 能見像再來是什麼像 近見像 近見像 出來就拿出來嘛 不要斷 斷叫斷滅像 各位這是修行最糟糕的啦 斷滅像是說 修行裡面 這個比執著更加的執著啦 那各位 他既然已經出現了 因為能顯像嘛 向來 原來 原來 原來怎麼樣 就硬啊 硬了則不宜之盤圓 才是修行者 不是要斷念頭啦 不是要斷影像 不是這樣子 不能壓抑喔 勇家大師在正道歌裡面 勇家大師在勇家文集裡面 講得非常的清楚喔 好 隨字 缺可了 這是佛字 佛字 入法界才叫佛字 這句話說 當你入法界的時候 世間的所有一切 全部都是法界 各位這樣子聽得懂不懂 所以各位這句話是很難的 這沒有解釋一般也看不懂啊 佛字 隨可了的佛字是 當你入法界的時候 從法界看世界 世界 全部都是法界 給我舉個例子 這個佛像 客觀而言 它是世界 為什麼 它是人造的 我們對它恭敬 因為它的形象叫千手千眼 可是它是因緣所生法 它要有銅 營料 要有火 要有水 它還是四大甲合形成的 它要鑄謀形成的 可是這個世間的一切 我如果入法界 千手千眼觀生菩薩的形象 對我而言是什麼 是影像而已嘛 這個人叫入法界 如果你不知道它是影像 你一直執著在這個 這個叫世間法 這個叫世俗 佛在大寶基金講 這個叫不了意 可是它入我的心中 這個稱為叫了意 這個叫聖意 這個叫世俗 那各位 當你開悟的時候 所有的世間的世俗 全部都是你心中的影像 這個叫做聖意 你就是把世界 當下就變法界了 各位上千的懂不懂 所以六祖談經講 何為西方 他說西方在當下 各位 你去看六祖談經 為什麼在當下 當你入法界的時候 處處都是西方 因為處處都是聖意 好 各位聽著 佛智誰可了 既然它全部都是我的影像 世界的一切 都是我心中的影像 所以哪有分別呢 所以呢 一無比分別 就不需要分別了 全部都是影像啊 非是所能是 所能是 這個不是你的是 是是在分別世間的 這個不是是 一非新境界 也不是新的境界 不然這個是什麼境界 這個是真心本性的佛境界之 他跟你講這麼圓滿喔 又講進來喔 也不是新境界而已喔 這個才是真的佛境界之 那佛境界之是什麼 總規矩的話 就是我們真心本性啊 本來清淨嘛 他無可染嘛 各位 你就是要用這樣子 來度群生 才是真正的文師志 這個就是賢所國師講的 菩薩似德的這一德 代眾生苦 各位 這個才是真正菩薩的修德啊 他的目標就是回歸信德啊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當你知道這個以後 請各位 底下再聽 我現在要講 三聖元農關門 三聖元農關門的最後重點 今天講不到 可是 清涼國師 在華言詩抄裡面 各位底下仔細聽喔 華言詩抄 蘇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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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各位 這個是宿主 成官大師 叫清涼國師 我說過 為什麼叫清涼國師 因為每次跟皇帝講獎金的時候 每個皇帝都很清涼 大家就算 大家叫做清涼國師 在華言詩抄 清涼國師裡面 他講 重點 就是這個支 他說支是一支 重廟之門 這個是華言詩詩抄 講的一支 支這一支 重廟之門 他說 何謂支 支就是佛 佛字 支 就是支 這個支 並不是世間的支 它是佛字 而他繼續解釋說 支是什麼 他說支集心體 支就是心體 心體是什麼 就是性 各位 再聽一次喔 心跟性有什麼差別 心的體就是性 本來眾生只有一個本性 只有一個性 那因為有一個性 欲進 那就變成心 已經變成心了 已經有波動了 所以才稱為叫做三三系 各位再複習一下 哪三系 夜相 見相 見相 叫能見相 一個叫手線相 叫做進界相 三個 到這邊都沒有問題 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掌六粗的四 所以各位有沒有記得聖經 這怎麼會講到聖經 各位聖經 不是在創世紀裡面 上帝 先用泥土塑造一個人 叫亞當 然後亞當說他很無聊 就從亞當的肋骨裡面 創造一個叫夏娃 所以夏娃是亞當創造出來的 上帝把他的肋骨變成夏娃 夏娃受到誘惑 吃了蘋果 吃了果 誘惑果 然後就誘惑這一位 這一位亞當 也吃了這個誘惑果 兩個人就被逐出伊甸園 逐出伊甸園以後 從此以後 夏娃就開始生小孩 那各位 亞當就開始耕種 他們就過著世界這個生活 然後一代一代傳一代 可是這個是聖經裡面的創世紀 各位啊 這講的實在是太有道理了 亞當就是指那顆心 這個心裡面 本來生三系 可是你拿出了肋骨又 就變成長六粗 長六粗又他受到外面的誘惑 受到誘惑又 他叫夜系果報 夜系果報 當然進入輪圍 就是被趕出伊甸園嘛 那各位當這個室 被趕出伊甸園的時候 連心也把它帶出去啊 因為心 心是 三則一 一則三啊 本來是在伊甸園享福 心 本心 本無污垢 奈何 獻出了一個肋骨 變成義式心的室以後 才會受到誘惑 受到誘惑又 人 人類的本心 也 人類的自信 自信 身邊人類出去了 可是他還是親近 可是本心 已經不是回到本心了 這個真心就變成素 藝術心的室啊 變成義式心的室 一直在分別 不斷的在分別 分別到 要執著好的跟壞的 執著好壞聖啊 三二是非 然後呢再來呢 執取向 只有夜系果報 不斷的在輪迴 所以各位 聖經是可用了義說 是一般人不知道啊 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啊 還是真的我們是他創造的 那各位 上帝創造的亞當 上帝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真心本性 亞當就是我們的心 夏娃就是我們的事 這叫信 心事 我現在來解釋聖經 各位來聽聽看 我可以講啊 可是基督徒不會 教堂不會叫我去啊 為什麼 我獻這個像都會受到 很多人的批判 去那邊 你找死 這個開玩笑 所以耶穌被定輸架 請問他被定輸架 是肉體被定 還是心被定 肉體 所以耶穌說 我還會復活 當然你會復活 因為真心本無死啊 當然要復活啊 你本來就本身啊 你總來就是長身啊 你本來就是常住啊 你本來就復活啊 因為你沒有死過啊 所以各位你要懂得這個 所以最後一句話 上帝與我同在 當然真心本性 他陪你睡覺 你去哪裡 不是跟你去哪裡嗎 你的煩惱的意思 其實就是他的性 還是你的真性啊 所以叫做煩惱性 即是虐盤性 就這個道理 你放下了煩惱 你就回歸虐盤了嗎 好 知 知 這是心體 心體 就是性 就是真心本性喔 葛後面的話重點喔 他是集體之用 集用之體 換句話說 體相用 三則一 一則三 體用合一啊 這是清涼國師 他的詩操裡面 在解釋這段話喔 所以 他說知其心體 那知其心體的當下 他又講了一段話 這段話 我不用寫在這邊 他怎麼講呢 他說這個知 就是心體 習體之用 集用之體 而眾生 因為有異病 異 就是眼睛有病 而不自知而已 所以各位 跟我們的 原覺心講的一樣喔 是我們眾生 眼中有病 才會看到空花而已 當你體悟到這邊的時候 你的能知所知 本不餓 而且可以相通 能知所知是不餓 而且相通喔 所以能所不餓 所以進入到不餓化 那進入到不餓化的時候 他最後用一句話 來做解釋 他說 所謂的佛 禁切之 即以無念來覺知一切 而且可憲 一切的方便 這句話 可見清涼國師他的境地是這麼的了意 他說所謂的佛境界之 就是以無念 這個兩個字無念 來覺知一切 所以原來無念可以覺知一切 無念不是沒有念 無念就是我們的真心本性 是可以覺知一切的 所以叫做真如 真如就是有念 真如有念念什麼 念真如 真如是有念的 真如是可以覺知一切的 那個可以覺知一切才是真正的無念 那個可以限一切方便 一切方便就是說 除了可以覺知一切以外 一切的方便都是從無念的這顆心 所產生出來的 所以底下就有一個舉例 理念跟無念 如果單從字面的意思來講的話 可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喔 什麼叫做理念 理念 是福靜 各位這段話你要去悟 什麼叫無念 它是性靜 我們體悟到的理念 我們體悟到的理念 我要離開這個念 它就緩乎是 禁止你要把它擦乾淨 所以神秀大師講的那句話 神秀大師講的那句話 時常情活事 勿死惹成哀 這個叫做理念 那個什麼叫做無念 其性本盡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成哀 這稱為叫做無念 各位無念的心是眾生本據 所以六主談經就告訴我們 以三個為主 六主說我的話 以三個為主 哪三個 第一個無相 第二個無念 第三個無助 這是六主的話 請各位了解喔 六主談經裡面 有講出了他話的宗旨喔 他說 以無助 無助 是眾生 所有眾生的本性 本來就無助 那什麼叫理念 理念是念而無念 念不能斷 念出來 我不執著念 這個叫念而無念 什麼叫做無相 無相不是要斷相 不是要拒絕相 無相是餘相無相 相出來 可是我不執著相 這個叫做無相 各位要聽得懂喔 六主三個話 無相 再來 無念 再來 無助 他說 什麼叫無相 於相中不執著相 這個叫無相 所以六主肯定相 可是相是虛幻相 所以不要執著 什麼叫做無念 無念不是要斷念頭 無念是在念中 不能執著念 念是真如本性 本來就會出現了念 這個叫法爾如是 所以虛行不能斷念頭 念 是要看念頭 觀念頭 念頭動搖不了我 因為他是假的 六成原因嘛 也是假的 這個叫做無念 無助 眾生本來無助 所以無助 是眾生跟佛的本能 他本來就無助 清涼國師 他的意思很多 我把它整了起來 如果字面上 你要修無念的話 你是在擦鏡子而有 擦完它又污染 擦完就污染 可是無念 它是眾生本鏡 眾生本鏡的這個本鏡 稱為叫佛鏡戒之 這樣聽得懂不懂 所以各位啊 我現在引華言思操 來解釋元絕經 元絕經的那種 因必修元絕者 知識空花的知 各位不是一種知識 不是知識 也不是你的心境界 這個是什麼的境界 本心本性和其自信 本自清淨的元絕境界 這個才可以稱為叫佛境界之 所以當你出現了佛境界之 佛境界之 佛境界之在哪裡 送中的眾生本據 當你已經知道 知道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的誤會 當我知道所有的一切 假我為我身 這個是錯誤的 認為六成原影 我為我心 也是一種旺認 因為旺認 所以才有空中花 才有第二月 那我現在已經知道了 知道了那個知 叫佛境界之 其信本清淨 你用這個來度情深 這個才叫做代眾生苦 助我菩薩來就要做這個而已 那各位當我們了解到這個 所以這個知 它是眾妙之門 它是心的體 它就是心體 心體就是真心本性啊 心的體就是性啊 它是集體之用 集用之體 它是拿能之所之不惡 而這個不惡裡面 它能現出一切像 以這個能之所之 這一個所境界之 我們用無念這兩字來表達 它能絕之一切 它不是假的喔 不是死的喔 不是搞目死為喔 它的絕之一切 而且可現一切方便 可是這些境界跟方便 它干擾不了它 所以六祖彈經才會講 真如自信可起念 念有見聞覺知 當有見聞覺知 不被見聞覺知所干擾的話 你的真信常自在 各位你看六祖彈經跟人講這句話啊 那跟我們了解以後 現在回過頭來 我們可以作為這堂課的結束囉 他說真正如來 在修陰地元絕的時候 他會獻出了什麼 獻出他眾生 所有佛跟眾生 本無惡的那種佛境界之 知道什麼 知識空花 世間人 不管他是什麼人 另外一回事 他能了解一切都是空花者 他已經獻出了佛境界之了 他的真心本性 他的本能已經出現了 一般的所謂的眾生和煩惡 現出的是意識性 可聽得懂嗎 那個既然是空花 極無輪轉 什麼叫極無輪轉 就沒有輪回那回事了 輪回是眾生的一種誤會啊 你誤會他是真的 你才會輪回啊 你才會輪轉啊 你見地知道他是假的 我不是說他干擾 你就回歸自信本性了嘛 所以各位阿彌陀經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什麼 怎麼樣回歸淨土 阿彌陀會獻出來 所有的諸羅菩薩 各位會獻出在你臨中的時候 他有個前提 叫做義心不亂呢 那賢帳大師把他還給成叫義心系列呢 什麼叫義心 義心叫真心 真心叫本心 本心就是我們的本性嘛 不受到任何像的干擾 這稱為叫做義心不亂 也稱為叫義心系列 什麼叫系列 因為他沒有一天離開我嘛 這當下就是彌陀了啦 這樣子了解不了解 所以各位千金萬點 講的都一樣 是從不同的角度來講阿 所以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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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金萬點講的都一樣 不淨土經阿 各位也沒有不對阿 所以 當我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空花 我了解了 我不會受到他的干擾 因為他是假的啦 全部都假的東西阿 各位 我就沒有輪迴啦 就沒有輪轉啦 你是不知道 是因為我們不知道他是空花 才會隨著空花去 做一種生死輪迴的空花轉 所以各位 我們扔眼睛講說 生死輪迴也是眾生的一場誤會 各位你看 我們誤會那麼久了 今天終於成親了 鼓掌一下啦 各位 心開欲解 這心產生清涼 這才是佛華 既然沒有輪迴 也沒有身心受比生死 也沒有 身心是假的 各位去想想看 我今天 恍乎 被我這個身跟心束縛住 我現在已經知道 身跟心是假的 所以我要脫漏身心 脫漏身心是第一個階段 這個稱為叫離念 你還沒有進入無念 可是 你已經進入第一階段了喔 你要脫漏身心喔 可是 當有一天你見地到佛進戒之的時候 你會講一句話 本無身心可脫漏 哇不得了了 一個非文證的人 我知道 文子 他在我的前面走來走去 文子 所以我要除掉文子 可是有一天 非文證的人知道 本無文子可除掉 各位 他的非文證好了 聽著懂不懂 當有一天 你知道 脫漏身心 欸不錯 已經到一段了 你也知道要脫漏身心 因為他是假的嘛 最後你才更清楚 身心既然是空花 空花何必除 本無空花可除去 本無身體可脫漏 你就只剩下一個本心 各位 當你剩下一個本心的當下 我告訴你 這個叫做佛進戒之 這個是你正悟的階段 你就用佛進戒之 來覺知一切 覺知一切 你可以做一切的方便 可是覺知了一切的這一切 所有的世界 對你而言 全部都是華界 各位 因為你的那一顆心 變成一身身 他是法身的前身 各位 告訴你 宇宙 世界任你遨游 你才知道那一顆心的重要 所以望靜黃顏觀 心有三個作用 他有哪三個作用 普桌華界 出身無盡 寒濃空有 他是空寒濃有 為什麼 世間上的有 全部含在空裡面 空有不二 各位 這個都是一個正悟 大策大悟的境界 你說 人家大策大悟 為什麼要學 我們也沒有辦法學他 錯了 我們跟他本無二 你要了解喔 六主有念過什麼字 六主有讀過什麼經 他聽到一句話 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你知道聽到以後 他呢 恍然大悟說 那種恍然大悟是怎麼樣 原來我就是這樣子啊 各位當他知道 我原來就是這樣子啊 他去找五主幹什麼 做印證而已 各位 六主談經裡面 五主什麼都沒有教他 因為他印證他的本心 那六主恩證本性以後 他有什麼本領 類人對裡面 無以無喜亦無憂 六主談經 他在講經的時候 有人要 要他的心命 各位你不是我沒有念過嗎 甚至把他的佛事燒掉 他還躲到一個山壁裡面去躲啊 可是 他可以呢 隨其心性 講諸六主談經 他可以隨順一切眾生嘛 可以做一切的方便嘛 所以無念的心 可以怎麼樣 可以覺知一切 而能做一切的方便 講經是一種方便法嘛 各位你要了解喔 因為他懂了這些嘛 所以 這句話非常重要 如來因地修圓絕者 這句話你要把 各位 我不是叫你要背啦 可是用文字剝蕾 可以提醒你的觀照 進入實相啦 如來因地修圓絕者 知識空花 幾五輪轉 就沒有輪轉囉 亦無身心受彼身死 後面一句話 非作故無 不是你修行到什麼程度才這樣子 不是你造作什麼事才這樣子 非作故無 本性無故 本來你的真心本性 就是這樣子 各位啊 這個就是圓絕經跟文書菩薩對話 重真重中之重的另外一句話 各位這句話講完 其實文書跟佛陀世尊的對話 後面只是一個附帶而已 重點全部講完了 這個就是十二名大師 文書為上手 所問的問題 佛陀跟佛陀的問題 各位 你們有沒有清楚 各位這個是真的成我的指南 這個是絕境中的絕境 這個絕境為什麼叫絕境 因為眾生本有才叫絕境 從外而來的 所有一切都不絕境 他是圓絕中的圓絕 為什麼 圓滿自信 你眾生本具 毫無缺失 這個才是圓絕中的圓滿 圓滿中的圓滿 絕境中的絕境 這跟阿彌陀經完全一樣的話 各位當你了解到自信彌陀的當下 這不是絕境中的絕境嗎 彌陀在哪裡 就在我這裡啊 哪有比這個更簡單的 哪有比這個更圓頓的 哪有比這個更快捷的 可是你如果認為阿彌陀是從外來 我告訴你喔 這個不叫做絕境 你要千金萬巡 這個也不叫做圓龍 因為你要等待他來 怎麼會圓滿 萬一他不來怎麼辦 眾生本具的 才叫做真正的圓絕 所以最後跟你講一句話 這句話很重要喔 各位修行者聽到這句話 你說謊然當喔 揮作故無 本性無故 好 各位今天我們就在圓絕這句話 感恩各位菩薩 各位大大阿彌陀佛 好